第四十一章代价 这天黄昏 火烧云席卷戏遍天际 丁香又带着黑子 站在院门口等人 跟路过的农人说着话 鉴于上次丁香身上 莫名出现绣花针 村人只跟他说话 不敢摸他 香香又在等爷爷 嗯 还等爹爹和哥哥 夏二伯 今天三分姐姐来我家玩了 我们玩了折帕子 蒋大叔 今天我去你家买了豆腐呢 有芝麻 好好吃 远处 一个女人拖着瘸腿走路 是好事 听说好事的右腿被打断了 丁家大房不拿钱给他看病 还让他拖着病腿做家务 丁香一点都不同情他活该 自己是受害者 还要施害于人 也没传出好事 同丁四父有关的事 丁友才和王氏 果然没想那么多 不过 爷爷和老爹 倒是无意帮丁四父报了仇 自从挨了丁壮和丁昭的揍 好事再也不敢 接近丁香 连二房的院子都绕着走 终于盼到那四个身影 丁香哥哥笑着跑上前去 爷爷 爹爹 大哥 二哥 丁壮紧走两步 把他抱起来 笑道 孙女又来接爷爷了 脸上是笑着 眼里却没有笑意 再看看爹爹和两个哥哥 脸色都非常严肃 丁丽人的小眼睛和圆鼻头 还是红的 明显哭过 应该出了什么事 是还不想 丁香没敢再多话 紧紧抱着爷爷的脖子 进了自家院门 丁壮把丁香交给丁昭 自己回了屋 迎出来的张士纳闷道 公爹怎么了 公爹居然没有跟香香亲热 这是丁香进这个家以来 第一次丁壮不搭理他 丁丽人吸了吸小鼻翼 流出了眼泪 丁昭摸着二儿子的小啾啾 叹了口气 丁丽春巧声道 娘 我爷终于为他爱吹牛皮的毛病 付出了代价 张士级道 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啊 丁丽春道 爷吹牛说 先生说弟弟学习有天赋 定能考上进士 先生求他 他才把弟弟送去先生那里读书 还逢人就讲 御人就夸这些话 传到了李先生和童窗耳里 害得弟弟被童窗笑话一整天 好在有我阵着 那些童窗才不敢太过分 丁丽人红了脸 哽咽道 童窗讥讽我 叫我牛进事 我恨不得脚趾头变锄头 挖个坑 藏进去爹 娘 我不想去私塾了 等到明年他们忘了这件事 再去上学好不好 小正太又起又休 眼里包着泪花 小红鼻头像没熟透的樱桃 爷爷这牛皮吹的 先生只是说自己有可能种秀才 他先上升为举人 后又上升到进士 还说先生硬要收自己当弟子 丁湘同情地看了一眼小正太 真是个好学的孩子 受了这个打击 只是想休学一年 搁前世有些孩子 兴许就厌学了 丁昭也生气老爹爱吹牛 当儿子的总不好说老子 他说道 别人几句话就受不了 将来怎么做大事 我们全家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 你不读书 怎么对得起奶奶的在天之灵 还有妹妹 你怎么给他撑腰 丁丽人哽咽道 我不好意思见先生 丁昭道 你爷的性子别人都知道 这不是你的错 明天我去跟李先生解释解释 李先生心胸宽广 不会介意这种事 他对你寄予厚望 若知道你因为这事不想上学 那才会生气 先生真的不会介意 当然 丁丽春又道 秦子峰说你说的最多 明天我找机会做他一顿 杀鸡儆猴 丁昌从丁昭的身上滑下来 抱着丁丽人说道 二哥最棒 重镜是 笑他们 爹爹和大哥帮自己 连妹妹都在鼓励自己 丁丽人心里才好过些 饭菜摆上桌 丁昭让丁丽春去请丁壮 丁壮说不想吃 让他们吃 丁昭去请 还是没请出来 他回来对丁香说道 看咱们香香的了 丁香又去拍门 爷爷饿着了 香香会心疼 声音娇娇诺诺 还带了点哭音 丁壮受不了了 他舍不得孙女心疼 打开门把丁香抱起来说道 乖孙女 爷爷饿不着 他的心只对孙女柔软 坐去桌前 又摆出一张臭脸 还硬撑着面子说 除了说李先生的话 其他话老子没说错 我二孙子能耐 就是能考中进士 你妹妹都知道 考上进士后 去笑那些笑话过你的人 你还难过甚啊 丁昭给丁壮满了一盅酒 笑道 爹说得对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才是反击那些人的 最好方式 丽人 记住没有 丁丽人重重地点点头 丁丽春固执地说 可我还是觉得 应该等到弟弟考上进士后 再说大话 丁壮气地胳膊抬了抬 没打出去 他知道 今天这事 的确是他做的欠托 他看了一眼二孙子 又说道 过几天你们休目 爷带你们去县城逛逛 全家都去 在馆子里吃顿好的 给香香买块漂亮尺头 给丽人买个好看的雕花笔筒 之前二孙子要过几次 他都没舍得买 丁丽人的小眼睛一亮 要雕喜鹊登之的 兆头好 丁壮点头陨落 丁丽春又道 爷 我也想要个雕花笔筒 雕大棚展示的 丁壮皱眉道 你不是读书的料 要甚笔筒我那个大铁锤传给你 将来好好打铁 丁丽春气得小翘嘴更翘了 丁香一直不赞成丁壮 对丁丽春的粗暴态度 劝过几次他都不听 丁壮不可能不喜欢这个 要继承他一部的长孙 但对长孙的态度 总是那么生意 丁昭道 你们去县城玩吧 铺子忙 丁壮道 让石头和梁子做就行了 钱是挣不完的 你也不要去当友谊 好好放松一天 再去狮子家看看 我想三孙子了 他没说去二儿子家吃饭 儿子媳妇 从来没请过他这个老爹 去家里吃饭 他硬气 也不想去吃 但他想丁力来 想去看看他 丁昭也去想劝劝丁池 挣了钱还是应该存一些 不能为了多挣钱 把所有银子都投进去 这跟赌红了眼的赌徒 没有差别 第四十二章 杰文化 次日傍晚 四人高高兴兴回来 特别是丁力人 笑得眼睛都找不着了 一回家就跟娘亲和妹妹 讲私书里的事 爹爹去跟先生谈了话 先生不仅没生气 还让丁力人不要有负担 也不许同窗再笑话他说 他若是发愤图强 将来定能考上进士 小郑太更用功了 主动要求晚睡半个时辰 坏事变好事 那位李先生真是有德行的好老师 三月初时 红彤彤的昭阳携挂东方 树叶上滚动着亮晶晶的露珠 昨天下过小雨 得还是润的 丁昭从后院把牛车赶来前院 丁壮抱着丁香先坐上车 张氏拿了一床小薄被 把丁香包好 才和两个儿子坐上去 黑子撵到门口也没带他 这是丁香第二次去县城 十分激动 伸长脖子四处瞧着 大片凉田绿浪滚滚 农人在地里忙碌着路边垂柳 随风摇曳 随处可见绿油油的野草 和不知名的野花 搁不远就是纵横交错的溪流浅滩 这里是玉米之乡 水资源极其丰富 若没有天灾人祸 人再勤快些 吃饱肚子没问题 抬头望向长空 有几只鸟儿在空中飞翔 丁香想飞飞了 飞飞就是那只断了腿的厨鹰 上年夏天来家里看望过丁香 那时丁香刚学会说话 给鹰起了这个名字 飞飞长大多了 张开翅膀抱着丁香 小脑袋钻进她的腋下 或许飞飞知道自己 还要继续练本事 住了一天后自己飞走了 丁香特别羡慕飞飞 四岁就成年了 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而人类四岁还是幼儿 还要在大人的保护下生活 牛车走过大片麦田 就到了黑龙河河道 是平整的关道 沿着河道向北 牛车走一个半时辰 就到了县城的南门 黑龙河绕过县城 在北门外 与金钱运河相会 进了城 丁钊直接把牛车 赶去离城门不远的车行寄存 一家人走路逛街 此时已经五十出 几人直奔县城最繁华的金湖大街 临水县城外有金钱大运河码头 这里交通便利 经济繁荣 有许多做生意的南北商人 还有高丽国商人 特别是金湖大街 一面临湖 一面街道 铺子临次致笔 湖面摇晃着许多船只 其中几条带楼层的画坊 画坊船非常漂亮 丁香指着那里说 大船船 丁壮用大手挡住湖那边的视线 那船不好 丁香明白了 画坊不是游轮 是花船 张氏伸手想把丁香接过去 丁壮没给 这点小娃都抱不动 就该吃闲饭了 丁钊又伸手想抱 丁壮还是没给 年轻夫妇撂空手 老爷子抱孩子 收获了众多鄙视目光 丁钊二人都红了脸 丁壮浑然不觉 他们先去了墨斋 给丁丽人买了个 叼了喜鹊灯织的笔筒 丁香道 我有私房钱 给大哥买个大棚展示的 这种笔筒要160文大钱 他的私房钱根本不够 故意说给爷爷听 丁壮听了大乐 香香还记得大棚展示 真聪明 泽泽 除了我孙女 谁的孙女也做不到 香香的私房 留着买糖吃 爷掏钱 又给丁丽春买了一个 叼了大棚展示的笔筒 丁丽春感激地看了妹妹一眼 妹妹真好 他们又去布庄 给丁香买了一块 水柳绿色的绸子 夏天做裙子 凉快好看 午时末 几人进了天香居 小二穿着灰色短鹤 头上包着头巾 肩上搭着帕子 跟前世影视剧里 小二的打扮差不多 客观要点什么菜 丁壮非常民主地 看向孙女和孙子 丁丽人道 我想吃四喜丸子 丁丽春道 我想吃五香扒鸡 丁香鹰鹉学舌道 丸子 扒鸡 丁壮对小二道 一个四喜丸子 一只五香扒鸡 一个卤豆干 一个素溜小白松 一个粉丝汤 一壶二锅头 家里难得这样奢侈 喜得丁丽人抓耳挠腮 韭菜上来 张氏把丁香接过来 让他们父子喝酒 张氏为了丁香 又自己快速吃完饭 提出去秀芳 卖他攒了两个月的烙子 他不是想背着他们卖钱 而是丁壮父子 觉得自己是大男人 不喜欢逛秀芳 丁壮拿出二十文大钱说道 给香香买两朵漂亮头花 张氏没接 笑道 我有钱 丁招想把丁香接过来 丁香抱着张氏的脖子道 香香要去秀芳 他早就想去逛逛秀芳了 金丝秀芳在酒楼斜对面 也是两层铺子粉墙带瓦 红色雕花门窗 挤挂灯笼锤下 在这一条街上卓而不群 一看就是临水县的顶级豪华商铺 张氏说过 金丝秀芳是临水县最大的秀芳 在整个郊东省都排得上号 一进秀芳 丁香的眼睛就不够看了 挂在和摆在木格上的荷包 团扇 卷花 绒花 桀子 帽子等小物品色彩斑斓 款式多样 与掌柜看到丁香吃惊不小之前就听张氏说过 闺女长得好看 却没想到这么好 这哪里像从张氏肚皮里爬出来的孩子 就是年华中的玉女啊 她心里这样想着 嘴上却笑道 哎哟 好可人疼的小妮子 我活这么大岁数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孩子 看到掌柜如此表情 张氏知道她的想法笑道 香香长得像我婆婆 她从怀里取出一把烙子急烧大些的桀子 掌柜给了她五百文大钱 眼睛还舍不得离开丁香的脸 张氏买了两朵孩子带的头花 见闺女喜欢看 就抱着她在一楼绕了一圈 丁香看的主要是桀子 烙子加粗后 就是桀子 编织是最古老的手艺之一 心灵手巧的古代人民不仅把洛发展成桀 把桀发展成各种饰品 还发展成了一种文化 夫妻结合是结 故事结尾是结 人心一致是团结 人心有戏是心结 一寸童心旅 千年长命花 心似双丝网 终有千千结 这种描写结字 或是借结字抒情的诗有很多 在各种结里 人们赋予了各种寓意和情感 比如童心旅 祥云结 团景结 盘长结 金刚结 等等 这些结发展几千年 到了现代 依然深受人们喜爱 第四十三章感言 谢谢读者朋友 清泉能写到第十部书 离不开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恳请清门不离不弃 陪伴清泉走完这段梦幻旅程 守定对作者非常重要 跳定的清门一定要定制一张 有轻说前面节奏慢 前面再做铺垫 再过几张 节奏就快起来了 第四十四章 他哪里傻了 丁香前世喜欢漂亮的结 也喜欢那些有关节的诗和寓意 跟视频学了多种打结的方法 这一世又天天看张势打烙子 对古代和现代的编织 有了一定认识 织法大体相近 细节有差异 哪怕同样的造型款式 编法有细微差异 最后出来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比如 这里的结都比较小 最大的也只有成人半个巴掌大 主要是人身上的挂饰 或某样物品的挂饰 而现代的结种类更加繁多 有些可以作为强势 甚至洞房装饰 更加大气和喜气 再比如同心铝 这里的编法和造型 比较简单单一 而现代要复杂一些 后者中央的实心结 编得更精细密室 看着就更加别致美观 再稍加延伸 把两个同心铝编在一起 就是心心相应了 张势编的东西 在这里属于中上水平 若丁香再加些现代元素进去 肯定能卖个好价 当然丁香的目标可不是卖手艺 他正看得出神 被掌柜的笑声打断 哎哟哟 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喜欢看这些东西 太招人稀罕了 说着 他取下一个蜻蜓脑子小挂饰 寄在丁香衣裳前经记带处 张势笑道 快谢谢公仪 丁香鹰母学舌道 谢谢公仪 掌柜笑得捏了捏丁香的小脸 回到酒楼 丁壮父子也喝完酒了 他们去隔壁买了两包点心 把牛车取道 去了丁池的家 丁池家离京湖大街不远 两客多钟就到了醉 这一片宅子都是粉墙带瓦 属于临水县城的中高档住宅 一个三十左右的婆子开的门 他惊道 哎哟 是老爷 大爷 大奶奶 少爷 小姐啊 丁招尬笑道 我们就是泥腿子 无需叫得那么好听 婆子请他们进门 又搭着嗓门喊道 二爷 二奶奶 老爷 大爷 大奶奶 少爷小姐来了 丁池和唐氏 丁丽来迎了出来 小正太跑在最前面 扑过去抱住丁壮的腿 爷 妹妹 除了小正太 那两人的脸色都不算好看 丁池道 爹 大哥 你们要来怎么不先说一声吃饭了吗 我让继嫂子做 说得有多言不由衷 世人就能看出来 丁撞白了他一眼 老子不吃你家饭 坐坐就走 又笑眯眯看向丁丽来 三孙孙 爷想你了 丁丽来笑眯了眼 我也想香香和爷 二哥 大哥了 心中的牌位不加掩盖地表达出来 他又仰头看向丁香说道 我要对妹妹好 我要对妹妹好 我天天都要说手指头这么多 他一口气说完 没掰手指头 丁香心里帮他数了 数的是十遍 他哪里傻了 有这么可信的孙子 丁壮也就忽略了丁池夫妇的怠慢 直径向正房走去 小院不大 院子里栽了许多花草 还有几块假山石 十分精致 屋外屋里的墙都翻过 家具也都刷了漆 有些还有雕花 唐家并不是特别富裕的大商家 陪送闺女这么好一处宅子 对这个闺女是上心的 丁壮把丁香放下 又把丁丽来拉去清热 刚喝几口茶 继嫂子的声音又响起来 姑太太来了 丁池的笑容真成了许多 起身迎出去 丁昭和张氏等人也迎了出去 不止丁淑娘来了 苗氏和郭子峰也来了 见二哥一家也在 丁淑娘笑容更盛 几人都不约而同地劝起了丁池 让他好好跟唐庆家学做生意 不要自己互搞 丁池非常不耐烦 嘴硬道 我哪里互搞了 每次拿钱之前都看了唐氏的印堂 和银窝窝这几次我都赚了大钱 就说明我看向看得准有本事 不单只会做生意 会看向也是一种本事 丁壮气的想打人 被丁淑娘劝住 几人又继续苦口婆心 跟她讲道理 就算你会看向 也不能每次做生意 把所有家底都投进去 万一亏了 就一无所有了 谨慎能补千秋缠 小心使得万年船 做任何事都要留余地 丁丽春认真听着大人们的谈话 丁丽人和郭子峰 卖力吃着桌上的糖食蜜饯 丁丽来拉着丁香去了西屋 那是她的小屋 摆着柜子 几岸 井凳 雕化架子床 让住久了土炕的丁香 十分眼热 丁丽来打开几岸的一个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个匣子打开 非常大方地说 妹妹 这是我全部私房 都送给你 里面装一个金锁 两个银锁 两个小玉石挂件 二十几颗银花生 丁香摇头道 我不要 丁丽来真诚地说 求求你 收下吧 我爹让我巴结你 对你好 这是被他爹彻底洗脑了 丁香很感动 还是摇头说道 三哥的心意我收下 不需要巴结 这东西你自己留着 我不要 小正太眨巴眨巴眼睛 什么是心意 就是你对我的好 我对你的好 就是送你这些私房呀 丁香被他整得不知如何解释 想了想说道 好不是送私房和巴结 是关心 爱护 尊重 心里记挂着他 丁丽来一脸呆瓜样 他听不懂 看着憨憨又懵懂的小正太 丁香把匣子盖上 放进抽屉 拉着他跑去院子里玩 妹妹拉自己的手 让小正太又是开心 又是幸福 觉得自己巴结起了作用 妹妹也喜欢自己了 丁香指着花鼠数 一朵 两朵 三朵 四朵 五朵 六朵 数到六丁香亭下 看向小正太 意思是接着数 丁丽来明白了妹妹的意思 接着数到 七朵 八朵 十朵又绝了绝小翘嘴 我都能数到十了 他们还说我笨的拉朱石 小正太能从一数到八 就是要越过九 直接数十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丁丽来像他娘 不聪明三岁的孩子 连十都数不全 更别说被十倍数了 丁香像大人一样 摸摸他的小胖脸 三哥一点都不笨 跟二哥一样聪明来 重新跟我数花花 这孩子先实践 后理论会数手指头那么多 我要对妹妹好 就是不会数九 第四十五章意外之才 丁壮 丁招 丁叔娘跟丁池 讲了半个多时辰的道理 丁池嗡嗡嗡 一看就没听进去 唐氏也翻着眼皮不高兴 觉得这些人 实在小瞧自己相公 和自己的自己能忘夫 相公会挣钱 他们还不满意 丁壮气得想抡巴掌 被丁叔娘拉住 孩子年轻 慢慢劝 丁叔娘把丁池从小带到大 觉得他没有亲娘可怜 舍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 丁壮等人起身告辞 来到院外 丁香跑过来说道 爷 姑奶 三哥聪明 能数到十五了 众人都不信 目前未知 丁香能从一数到一百 这点众人一点不奇怪 他是八个月就会说话的天才 可丁丽来跟他娘一样笨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学会数这么多数 丁丽来给他们数了一遍 一 二 三 数到十五 丁池激动地抱起他 哦呀 我儿子能干 跟你爹一样聪明俊俏 丁香暗道 他还没说丁丽来数了十五朵花 就知道除去十一朵红花 还剩四朵白花 今天这孩子突破了九字 就自动会做十五以内的减法了 唐氏得意极了 翻着眼皮说 都说我儿傻 哪里傻了 哪里傻了 聪明着呢儿子 等他们一走咱就去你外祖家 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多在他家吃几天饭 给你爹爹省口粮 好 我要吃酱肘子 香酥扒鸡 四喜丸子 丁池尴尬地笑笑 丁壮摇摇头 抱起丁香大踏步走出去 同丁树娘三人告别后 丁昭问道 爹 你说池子能听确吗 我怕他挣钱越多胆子越大 一个不好把整个家都败了 丁壮道 那个逆子什么时候听话了 你看他挣了点钱的牛皮样子 老子恨不得用鞋底子抽死他 该劝的劝了 他要一条道走到黑 我也没遮挨 可怜我那三孙子 怎么摊上那么一对二了八级的爹娘 若大儿子敢不听话 丁壮能把他打个半死 再把他关在屋里 不许出去 但那个二儿子 自己没带过一天 丁壮自觉管不了 他也不会听 而且 丁池一直让三孙子 对香香存有善意 这一点丁壮还是非常满意的 他又不确定地说 池子说香香有大福 能忘家忘夫 这话肯定没错 唐氏面向忘夫 或许真能助他发大财 丁壮道 即使唐氏真的忘夫 忘的也不一定是池子场 若他换个相公 发财的就令有其人 还是要本人能干靠谱 不演高手低才行 丁壮点头 这么说 一定不许那个混账休妻 丁朝无语 自己不是那个意思好不好 丁香说得更明白些 爷 若武叔没了 就留不住武审了 丁壮不确定地说 香香忘家 你武叔不会没的吧 丁力春道 妹妹要忘也是忘我们家 不一定能忘到武叔 丁力人又道 还有妹妹要忘家 也要长大后 她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丁朝沉了脸 郑重对三兄妹说道 不管你武叔说的对不对 你们要做的是管好自己 只有自己努力勤快 才有好日子过 还要谨慎 听人劝 不能像武叔那样 特别是丽春丽人 妹妹还要靠你们撑腰 靠你们给他攒嫁妆 怎么竟想着靠妹妹过好日子 两兄弟红了脸 丁力人盲表态 我要勤奋学习 考进士给妹妹撑腰 丁力春又道 我要当将军 不对 努力打铁挣钱 还要勤奋练武 给妹妹攒嫁妆 做那些想欺负妹妹的人 说完还伸出 比同龄人大的大拳头 丁壮不得不承认 大儿子的话 比二儿子的话更靠谱 丁香望向长空 天空湛蓝 斜阳西坠 不时掠过几只龟巢的倦鸟 他一定会望这个家 让他们过好日子 现在他已经有了几个规划 等再长大一些 就逐步实施 他愿意当聪明的天才 但绝对不能当反常的妖孽 天气渐暖 时间进入四月 丁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喜事 更确切地说 是丁池小家 发生了一件大喜事 丁池发了一笔意外的大财 月初 丁池被人忽悠着 用全部存款 210两银子低价 进了一船海货 一位能高价卖给经常来的商人 哪知道人家压家压得厉害 气温又逐渐升高 他亏了一百两银子 才把货卖出去 丁池离开前 那个商人又捡出一个 奇形怪状的大海螺扔给他 什么阿妩 臭了的东西还拿来卖 因为这个海螺 丁池又退了商人500文大钱 丁池垂头丧气 第一次对自己生产了怀疑 难道师父真的没有那么厉害 自己真的没有看向天分 唐氏根本不忘复 他回家问唐氏 我拿银子出去之前 你用猪油擦你的硬糖 金窝窝和银窝窝了吗 唐氏否认道 自从池哥上次说了我 我就再也没擦过猪油 丁池叫来寄嫂子 把海螺甩给他 刷干净蒸来吃 唐氏嫌弃道 这么丑的海螺 还有臭味不吃 扔了 想到那亏了的那一百多两银子 丁池的心都在流血 他舍不得扔 想着把磕砸开 肉里面的肉没大问题 就多加些调料 切片炒着吃 他出去找来斧子 砸开海螺 腥臭味更浓 他嫌弃地把海螺肉 甩给寄嫂子 拿去扔了 唐氏出来看了眼那团肉 惊讶道 咦 肉里面是什么 还发光呢 丁池夺过肉一看 肉里居然有一颗淡粉色珠子 他听说海外有极少的海螺能产珠 海螺珠极其珍贵 马来国和淡马阳国 还给皇上进贡过 这颗珠子 虽然比黄豆粒还小一点 又不算很圆润 但颜色好看 粉粉嫩嫩 跟南珠东珠明显不同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海螺珠 丁池夕得心脏骤停一下下 猛清了唐氏几口 就拿着珠子 砸烂了的海螺壳 急腥臭的海螺肉 跑去那个商人住的客栈 商人见了惊喜不已 这的确是海螺珠 海螺长珠的少之又少 出现在大理界的还是第一次 第46章 在做奇怪的梦 为梦回莫甘山家 商人虽然深恨自己 把这颗珠子硬推给丁池 但人家有这个福气不是 这颗海螺珠品相不算很好 否则可以卖几千两 甚至上万两银子 商人最终以七百两银子 买下海螺珠 丁池得意极了 孝敬丁壮十两银子 还给丁香买了一对 沉甸甸的金镯子 不说众人吃惊 连丁昭都觉得 自己之前的担心 是不是多余了 买卖血亏 却因为意外 多了一颗海螺珠 而大转特转 若是唐氏没有阻止 海螺被针被扔 到手的银子也飞了 丁池的确会看向 唐氏的大印唐 金窝窝 银窝窝真的能够助他发大菜 丁昭和丁壮 除了恭喜 都没再说不好听的话 丁丽来也得意极了 这次挣大前 爹爹看了娘亲的印唐 还亲了娘亲的银窝窝和金窝窝呢 丁池挠挠头 嘿嘿干笑几声 丁香也相信丁池的确会看向了 大望真的这么牛 那自己的急望 不是应该更更更加金氏骇俗 丁香心里美滋滋的 希望自己的急望 把这个家旺旺旺旺旺旺旺起来 看到丁池和唐氏 毫不避讳的互相送着秋波 丁香坏坏地想 他们此时恩爱更加高涨 丁池会不会当一夜八次郎 丁池一家走后 丁香就把金镯子送给张氏 香香还小 送给娘亲代 张氏自是知道丁池打的什么主意 更不会要别人送闺女的东西 笑道 娘不要 留着给香香当嫁妆 香香长大会自己挣钱 买嫁妆还要给爷和爹买段子衣裳 给娘买玉镯子 给哥哥买最好的文房四宝 娘等着香香给娘买玉镯子带 张氏还是让丁香把金镯子收进自己的大匣子 炎热的夏季过去 进入多姿多彩的金丘 丁香满两岁了 也跑得更稳了 地里的庄稼一片金黄 村后的北福山浓墨重彩 院子里那棵苹果树上的果子快熟了 果香四溢 来丁香家的脑更多了 丁家人不仅要防虫 还要时常拿着肠肝驱赶鸟 丁香也怕苹果还没成熟 就被虫子和鸟偷视这些果子 轻是轻了些 在水果不多的古代还是珍贵 留些自家吃 还能卖些钱 她现在特别盼望飞飞能回家 看她飞飞一回来 没有一只鸟赶来她家 连林家都不敢去 最最主要的是 她想飞飞了 八月初的一天上午 张氏领着丁香去古安镇购物 还去铁铺里玩了小半天 晌午从镇上回家 张氏买了许多东西 背楼里 下面装了十斤金米 上面是棉花 香香喜欢吃米饭 家里隔几天就会用沙罐 焖一小罐给她吃 独食兄妹三个长得快 又该做棉袄棉裤了 因为丁池送了丁香首饰 张氏还想给丁丽来做套棉衣裤 她一只手拎着装了油和调料 肉 猪脚的篮子 一只手抱丁香 丁香不愿意张势太辛苦 闹着下地自己走 香香长大了 要自己走 她又跑又走 哪怕很累 还要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样子 感觉身上出了一些汗 有香气飘出 她就把荷包里的药丸捏碎 药味掩盖了香气 还好此时是正午 又不逢急 路上的行人很少 若人多 丁香也不敢自己走路出汗 回到家 看到地上掉了两个苹果 许多鸟在树上跳得欢 张势把苹果捡起来 用肠杆捏走鸟 又给丁香擦了汗 洗了脸和手 就进厨房忙着做赏饭 香香去歇歇 娘给你做碎肉面条 香香喜欢吃碎肉面条 丁香累得很 跑去屋里爬上炕 躺着她把衣裳解开 香气更浓 弥漫在周围 丁香不知不觉又进入梦中 也不完全是做梦 她还能清晰听见 厨房传来的剁肉声 即外面的鸡叫狗吠声 突然 她的眼前开阔起来 出现另一片天地 蓝天辽阔幽远 几只大鹰在空中 翱翔天空底下是山林 树木高低起伏 红黄绿相间 溪流纵横期间 一只大鹰头朝下俯冲而下 冲进灌木中 几秒后又飞起来 嘴上多了一只灰兔子 大鹰在空中 飞行了一两分钟 又俯冲而下 来到一处峭壁上峭壁 非常有特色 光秃秃的褐色巨石 像一个昂首打鸣的鸡头 耸立在植被丰富的山顶 几块薄薄的石头 组成了机关 大鹰就站在机关下面 似看电影一般 镜头落下 给了大鹰一个特写 飞飞 丁香的嘴动了动 却叫不出声 这只鹰正是飞飞 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金黄色的羽毛 带着黑色斑点 长长的尖嘴 左腿缠了一根红色烙子 烙子已经褪色 丁香还是看出来了 那是它上年缠上去的 飞飞双脚踩着兔子 尖嘴一口一口 着实着兔肉 兔子从挣扎到一动不动 大概吃饱了 飞飞飞到机头下面的 一处小山蛙里 山蛙周围是岩石 从岩山缝中 长出一棵枯树上 枯树树冠巨大 像一把没有布的大伞 光秃秃的树干非常粗 中间四倍雷劈过一般 上半段是分开的 还有些发黑 枯树的直插中间 有个用草住的窝 这里是飞飞的家吧 窝旁边还长了一个 黑紫色的咚咚 有些像灵芝 丁香激动的心脏狂跳几下 下一刻又想起 自己是在做梦 再是灵芝也空 她感觉眼珠转了一下 镜头一转 看到到枯树对面 有一棵大树 也是从岩石中间长出来 树上接了许多红苹果 不是通红 而是挂着一圈圈的红 属于还没完全成熟那种 红 苹 苹 果 丁香想喊 可就是喊不出来 香香 香香 快醒醒来要 咋出了这么多汗 是张氏 她做好面条来 叫香香吃饭 看见十几只鸟 在小窗外盘旋 还有鸟飞进了小窗 她还没走到冬香 就闻到一股 沁人心脾的浓香 从小窗里飘出 她顾不上赶鸟 急急跑进冬香 香气是香香身上发出来的 出气的浓郁好闻 丁香平时不爱出汗 药出也只是一点点 虽然香气浓一些 只要把药丸捏碎 药味又会把那点香气盖住 张氏是第一次看到丁香 出这么多汗 汗香味又是如此浓郁 第四十七章 丁四副 张氏赶紧把丁香抱起来 用湿帕子给她擦脸和叶下 后背 丁香睁开眼睛说道 娘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梦到飞飞了 还有红苹果 张氏笑起来 香香定是馋红苹果了 又想飞飞 就做了这个梦 咱家的苹果虽然不红 还是甜得紧 现在吃饭 下赏吃苹果 丁香的确想飞飞了 也想吃红苹果 但绝对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做了那个梦 她感觉非常疲惫 比从镇上走回来还累 或许跟出汗多 和做奇怪的梦有关 张氏起身把鸟赶出屋 抱着丁香去堂屋吃饭 丁香快速吃完面 无精打采说道 香香还要睡 她想继续睡觉 看能不能接着刚才的梦 继续做 那个梦真实的如身灵奇境一般 她又想到之前梦到 李妈妈的梦境 前世没少做梦 这一世也做过几次 无论噩梦美梦 都没有这两次清晰 好生奇怪 张氏把闺女抱上炕 脱去外衣 丁香很快睡着了 一直睡到张氏 把她叫醒 她甩甩昏昏沉沉的脑袋 刚才什么梦都没做 她又想到那座两次梦境 真实的梦之前 都是出了汗 特别香 对 一定是这样 刚才她没有出汗 没有香气 所以没有做那种梦 张氏用大衣上 把丁香包着去厨房 娘浇了热水 给香香洗头洗澡 香香记住了 以后不要大洞 也不能穿太多 每天必须带药丸 要出汗了 就去人手的地方 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身上有香气 有坏人 她说一句 丁香答应一声 张氏亲了她一下 香香真乖 过会子吃苹果 酸 不喜欢吃 哥哥喜欢 难得吃一次水果 有些酸味的苹果丁香 也喜欢吃 但她在这个家 承受的爱太多 她想分一些出去给哥哥 若她不说酸 那些掉下的苹果 一大半会进她的嘴 丁壮舍不得 把她喜欢的东西分出去 刚穿好衣裳 月门就响了 是丁真小萝莉 小萝莉已经三岁半了 偶尔会一个人来二房串门子 偏话说得好听 二伯娘 我来带香香妹妹 张氏笑着把她迁到院子里 跟丁香一起坐在房檐下 又切了两小块苹果 味进他们嘴里 你娘身体还好 好娘亲 要给我生弟弟 我们家要有男娃了 赵氏又怀孕了 三房一家都迫切盼望 她能生个儿子 张氏笑道 二伯娘今天买了猪脚和肉 让你爷和爹来我家喝酒 丁真一下跳起来 我现在就去跟我奶说 又问道 二伯娘请我吃肉肉吗 张氏大乐 请 当然请 丁真还要牵着丁香 一起去自己家 张氏可不敢让丁香 独自出去 笑道 香香头发还没干 不能出去 真儿回来再跟香香玩 丁香很郁闷 自己被这个夹带的娇气 哪怕都知道她早会 也绝不允许她独自出院门 或是离开大人的眼线 丁真回来 就带着丁香一起玩折帕子 实际上是丁香带着小萝莉玩 小萝莉很沮丧 香香真聪明 折的豆腐块比我折得还好 哎呀呀 折的盘子也比我折得好 咱们不玩帕子了 玩扔石子好不好 豆腐块就是帕子 对折两次的小方块 盘子就是把小方块的四个角折进去 丁香宁可玩没有营养的折帕子 也不喜欢玩脏脏的泥巴和石子 她牵着丁真去向张氏 要了两颗冰糖吃 吃完糖又开始折帕子 傍晚 丁香领着丁真和黑子 在门口等人 远远看到一个小男孩 一圈一拐走着小男孩很矮 看着就像一岁多的孩子 没走稳 她一下跌坐在地上 又吃力地站起来 旁边的几个小男孩大声喊着 小瘸子 小瘸子 是丁四父 丁四父很少出来 丁香这是第三次看到他 都离得很远 丁真扯着嗓门喊起来 四父弟弟过来 给你吃冰糖 又小声跟丁香说 二父哥哥和四父弟弟好 三父哥哥最讨厌 又馋又爱打人 还想给我爷和我爹爹摔瓦盆 大房跟三房偶有走动 大房的几个孩子 跟丁真更熟一些 丁四父向这边走来 一圈一拐走得很慢 他很瘦 衣上破破烂烂 小脸却很干净 比他三个哥哥 长得都清秀 眼睛亮晶晶的 一看就是聪明孩子 可惜 腿瘸了 还影响了身体发育 丁香有些难过 自己跟他算得上 同病相怜 都是婴儿时期 因为长辈看护不利 被坏人伤害了 自己被偷 他被摔断腿 只是自己好命 被丁招救了 而他没有人救 丁四父走近了 小声招呼道 真姐姐 香妹妹 笑容很腼腆 又摊开瘦瘦的小手说 香妹妹 我手里没有针 不会扎你 丁香给了他的大大的笑脸 我知道四父哥哥 不会扎我 把手里的冰糖 塞进他手里 丁甄也把冰糖 塞进他手里 还嘱咐道 快吃 别被三父哥哥看到 又该来抢了 丁四父把冰糖塞进嘴里 舔得他瞇了瞇眼睛 张氏拿着两片 煮好的肉出来 为小姑娘 见丁四父站在这里 愣了愣 丁四父小声招呼道 二婶 张氏鼻子摁了一声 先往丁香嘴里 喂一片肉 丁香没吃 指着丁四父说 给四父哥哥吃 他好受 丁甄也说道 我的肉肉也给四父弟弟吃 张氏看看瘦肉的丁四父 也动了恻隐之心 把肉喂进丁四父嘴里 丁四父第一次这么大口吃肉 滋味美妙的 他无法形容 这是不是灯鲜的感觉 突然 丁甄指着村口方向说道 我也有爹爹回来了 二爷爷和二伯伯 历春哥哥 历人哥哥回来了 两个小姑娘和黑子 一起向村口跑去 丁四父看看一下空了的大门口 再看看 渐渐远去的欢快身影 嘴里的肉味还在 刚才的欢乐 却没了他鼻子酸涩起来 一缺一拐 向自家走去 晚饭后 送走三房几人 丁壮父子带着丁香 坐在院子里闲聊 第四十八章红苹果 夕阳已经没入山顶 天边还剩几片红霞 暮色给大地披上一层菊光 厨房响着碗盆声 上房响着丁丽人的读书声 后院传来丁丽春练舞的嗨嗨声 丁壮和丁招 敞着嗓门说话 还有黑子的汪汪声 以及院外的各种声音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 谁也不影响谁 这就是小山村的生活 看似嘈杂 实则宁静悠闲 丁香特别喜欢这份田径 他坐在小凳子上 小身子斜衣在丁壮怀里 望着西边的最后一丝红霞影去 天上出现无数颗小星星 星空异常明亮 给大地铺上一层清灰 突然 天边极木处出现一只大鸟 大鸟越飞越近 丁香心里有一种渴望 目不转睛看着他 大鸟飞到他家院子上空 俯冲而下 停在院子里 在树上歇息的几只鸟儿 惊得一下飞起来 飞出去 连着邻居家的脑一起飞向远方 飞飞 真的是飞飞 丁香大叫着兴奋地跑过去 大鸟放下尖嘴上的东西 冲丁香叫着 咕咕咕 丁香搂着飞飞的脖子 欢快地跳起来 飞飞 好想你呀 丁丽春和丁丽人听见动静都跑了过来 摸着飞飞跟他说话 飞飞虽然没有用大翅膀 删掉那四只讨厌的手 也没看他们一眼 他的目光自始至终温柔地看着丁香 三人一音正闹着 听到丁招的惊叫声 红苹果 丁香兄妹抬头看去 丁招手里拿着一个大红苹果 飞飞张着尖嘴冲丁招嘎嘎叫起来 大翅膀张开 目露凶光 一副要吃人的架势 丁招懂了 笑道 这是飞飞送给香香的 他把红苹果递给丁香 苹果太大 丁香一只手拿不了 得两只手捧着 苹果不是通红 而是挂着一圈一圈的红 还有些许青色上面有一个洞 是飞飞尖嘴扎的 暴鹰尖嘴里有几根坚硬的刀刺 既是撕咬敌人的武器 又有利于闲东西 闲多久都不会掉下 丁香精的头发差点竖起来 这个苹果跟自己梦里的红苹果一模一样 他说话都结巴了 飞飞 这这这这苹果你是从从从从什么十方拙来的 飞飞当然不会说话 他收起翅膀 又温柔地冲丁香咕咕着 意思是送你的 丁壮爷走过来蹲下看红苹果 笑道 飞飞真聪明 知道香香喜欢吃红苹果 就叼了来 丁招仔细看了看 纳闷道 这个苹果怎的这么大 张氏也惊道 是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苹果 丁香的灵魂才归位 强行把心里的狐疑压下 他把苹果交给张氏 又伸开手臂搂住飞飞 让飞飞的小脑袋钻进自己腋下 飞飞喜欢他的香气 他身上最香的地方就是腋下 飞飞嗓子里发着咕咕声 平游丁香抱着 无比满足 张氏把红苹果洗净 在丁香的坚持下 苹果分成几半 每人一半 丁香那半最大 红苹果又脆又甜又多汁 比之前吃过的苹果都好吃 丁招笑道 这苹果若是熟透 会更好吃 丁香盲说道 把苹果子种在盆子里 长苹果树 丁壮笑道 小人精 就你能耐这苹果还没完全成熟 子不容易种出树苗 说是不这么说 还是让张氏把苹果子泡泡 明天种在破瓦罐里 丁招给飞飞喂了水 又把挂在盐下 准备明天给丁香熬肉粥的 一小条瘦肉取下来给他吃 老鹰吃猪肉不好 但偶尔吃一次也无妨 丁壮笑道 飞飞稀汗香香 每年都要飞回来看看 这次还送了李明天杀织鸡 肉给飞飞吃 希望他能多留两天骨头炖汤咱们喝 丁立春和丁立人高兴地跳了跳 他们极高兴飞飞能在家里住 又高兴明天能喝鸡汤 丁立春把一个大篮子拿出来 放在东香房间 海里还有甘草 这是飞飞来家住的窝 丁香拖着大篮子进了东香 飞飞跟在他后面 丁招问 香香要做什么 外面冷 让飞飞住南屋 他夜里有事要做 看到飞飞对丁香的依恋和友善 众人默许 南屋没有点灯 窗外星光射进来 一人一阴腻味在一起 直到张氏叫丁香睡觉 丁香才把飞飞放进篮子里 睡觉前 丁香说了 一定要让张氏把小窗关紧 他面朝里侧卧在炕上 眼睛瞪得溜圆 困了就掐自己一下 不能睡 等了许久 丁招和张氏才进屋歇息 他们以为丁香睡着了 小声说着话 主要说丁池和唐氏 到现在 丁招还在唏嘘丁池症的意外之财 若唐氏不制止 那个意外之财拿回来 也也守不住 张氏小声道 小叔抠门 挣了那么多银子 只孝敬公爹十两 听说他孝敬了姑二十两 给唐家买了二十两的礼 丁招道 他对爹和我有怨气 不是给香香买了金镯子吗 他挣再多钱 都是他的 与咱们无关 只要他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不弃爹就好 张氏道 他给香香买镯子 是因为香香有夫妻当家的 他看向真的那么准 或许准吧 我也不知道 好不容易等到丁招和张氏 传来清憨声 丁香悄悄绕过他们爬到炕炎 滑下地 他没敢穿鞋 轻轻打开门 穿过厅堂去了南屋 屋里朦朦胧隆 篮子里的飞飞 立起小脑袋看着丁香 眼里似有惊喜 丁香把门关紧 又踩着凳子 把窗户开关好 怕香气传出来 又怕有什么东西钻进来 丁香从柜子里 找出最后的棉袄 他冬天穿的衣裳 都放在这里 穿上后爬上小榻躺下 又看着飞飞拍了拍小榻 意思是上来跟我一起睡 飞飞搞懂了他的意思 飞来丁香旁边趴下 丁香想出香汉 他觉得 他在香气中做的梦很诡异 不知是预知还是什么 他想再做一次实验 哪怕没做梦 也算给飞飞一个福利 让飞飞以后经常来家里传门 最好能住几天再训练一下他 让他领会自己的意思 第49章真实存在 丁香知道自己家穷 飞飞呆久了养不起 等以后自己挣多钱了 他也练好本事了 再多留他听说报应的寿命长 跟苍蝇一样 活30年没问题 最多的能活670年 他们有的是时间相处 又想着 若是以后能给家里带些人参 什么的就好了 前世看的网文就是这么写的 屋里密不透风 穿着棉袄的小身体 越来越热 汗越来越多 特别是夜下 汗把衣裳都浸湿了 香气越加浓郁 飞飞的小脑袋 钻进丁香的鸽枝窝 丁香似乎睡着了 但他知道他没有完全睡着 远处几声蛙鸣 听得清清楚楚 他的灵魂四处翘一般 眼前一下开阔起来 深邃的夜空辽阔无垠 漫天繁星璀璨 镜头慢慢滑下 看见一个小院 小院似曾相识 院子里的花草 在夜风中摇曳 还有几块假山石 一个小窗透着橘色灯光 丁香想起来了 这是丁池在县城的架 镜头继续滑下 向前推进 穿过橘色小窗 看到屋里遮着紫红色 罗杖的架子床 正激烈地抖动着 丁香大概猜到 里面在干什么了 他想大叫 打住 停下 不要前进 可他叫不出声 镜头继续缓缓往前推进 穿过罗杖 两只白花花的妖精在打架 丁香想闭上眼睛 不去看火辣的那一幕 但闭着眼睛 还是看得见 快点醒来 快点醒来 我不要看 丁香想呐喊 可就是喊不出来 丁池和唐氏 变换了一个姿势 继续打着架 唐氏抬起的脚板心 看得非常清晰 中间的窝窝 的确比一般人凹 泛着红光 外面的黑子汪汪叫起来 他在柴房里睡觉 柴房没锁 他冲出来向东厢房冲去 门插着 他就不住用头撞门 声音在寂静的夜里特别突兀 丁香听见狗叫还是醒不来 丁池和唐氏又换了一个姿势 罗杖躲得更厉害了 丁昭和张氏被吵醒 咦 怎么这么香 张氏摸摸旁边 惊到 香香不在了 丁昭赶紧下炕 把油灯点上 屋里没有丁香 门开着 他们跑去厅屋 看见房门插着 又去南屋 推开门 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丁香穿着棉袄 躺在小榻上 飞飞跟他挤在一起 一人一鹰睡得正香 丁壮的大嗓门传出来 黑子怎么了 丁昭道 爹歇息 无事 他把手里的油灯 交给张氏 你去把香香叫醒 我去烧热水 给他擦身子 丁昭开门出去 把门大打开 秋夜的风很大 希望叶峰能快点 把香气冲散 又把黑子拖进柴房 锁起来 才去厨房烧水 张氏先把小窗打开 抱起丁香 边用帕子给他擦汗 边喊道 香香 醒醒 香香 丁香睁开眼睛 娘亲 昏黄的小屋里 张氏抱着他飞飞 已经醒来 正不高兴地看着张氏 恨不得啄他一口 张氏急道 香香 你这是干什么 丁香没敢说真实原因 如如道 出汗香 飞飞喜欢 张氏懂了 孩子知道飞飞喜欢他的香味 才穿成这样 让自己多出汗 以其让飞飞多来家里 他称怪道 傻孩子 你这样容易生病 丁壮也闻到了一点香气 穿上衣裳走出来 他不好意思进东乡 在门外问道 怎么回事 张氏低声说了原因 丁壮说道 真是个傻妮子 夜里风大 赶紧给他洗洗 不要生病 把水烧在锅里的丁昭出来 我烧上水了 爹回去歇着吧 丁香觉得非常累 有些虚脱 像前世单位运动会 跑了800米的感觉 他无力地靠在张氏怀里 夫妻二人给丁香洗了走 擦干头发 抱回自己屋 歇息屋里还残存着淡淡的香气 如置身花海 三人躺下 丁昭又使劲吸了几口气 再次嘱咐道 香香记住了 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你有香气 哥哥岁数还小 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若旁边有外人 又感觉自己要出汗 一定要躲远些还有 这种汗出多了 或许会对身体不好 不许刻意让自己出汗 哦 我知道了 丁香答应着奇怪 自己怎么梦到丁池和唐氏做那事 这就是春梦吧 前世今生第一次做春梦 还是别人的 春梦了无痕啊 还有 或许自己出汗多了 真的对身体不好 前两次出汗做梦 只是感觉疲惫 而这次身体严重不适 是因为短时间出了两次汗吧 张氏说道 今天五蝎时 香香也出汗了 好些鸟跑来咱家当家的 香香体质奇异 五叔说 他忘家忘夫忘那个 会不会是真的 丁昭也有些相信丁池了 池子那小子 说不定有些真本事 那两个妖精又浮现在丁香眼前 他抗议道 我不想听你们说五叔和五神 他也想通了 之所以刚才梦到丁池和唐氏 是因为睡前听丁昭和张氏说了他们 自己心里想了他们 张氏忙道 好好 我们不说话 睡觉 卧房门外传来啄门声 急嘎嘎叫声 飞飞想进屋跟丁香一起睡 飞飞高兴的时候叫声是咕咕 不高兴就是嘎嘎 他此时不高兴了 丁香撒娇道 爹 让我过去跟飞飞一起睡吧 不行 小孩子不懂轻重丁昭 无不犹豫地拒绝 嘎嘎嘎 音力声更大 丁香又求道 让飞飞进来吧 求你了 丁昭只得起身 打开门把飞飞抱在丁香旁边 飞飞老是下来 小脑袋埋进丁香的搁支窝 夜 静极了 丁香睡不着 想着那三次香梦 她已经肯定自己的香汗有玄机 香汗的气味浓到一定程度 她就会在香气中做梦 香梦跟平时做的梦不一样 比较浅 能听见身边的声音 也知道在做梦 就是醒不来 鉴于飞飞带来的红苹果 飞飞家门口确实有颗苹果树 那两只妖精是夫妻 做那事也正常 这么说来 香梦梦境里出现的场景 是真实存在的 第五十章训音 丁香兴奋的小心肝 频频直跳 那种梦应该是她的一个异能 还有 做梦之前想什么 就能梦到什么 梦到李妈妈那次 是睡前想了李妈妈 梦到飞飞那次 是睡前想了飞飞 梦到那两个妖精之前 是想了她们 这么说 李妈妈的那个梦 也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或许是怕被灭口 带着男人儿子逃跑了 经过的山上 还有睡佛 若李妈妈还活着 又有个标志性的物体 找到她还是有希望的 只不知 梦到的场景是预知 还是已经发生过 或者正在进行时 丁香又想到梦中 苹果挂解了圈红 跟飞飞飞叼来的苹果 相差无几梦中 丁持家开的花是菊花 大概时间跟现在差不多 很可能是正在进行时 哪怕不是 时间差距也不会很大 所以 李妈妈大冬天的 穿着一足衣裳 坐船穿梭在青山绿水中 不是夏天 而是她们在南方 想通了的丁香更加激动 她这个穿越女 也有金手指了 不是空间 不是灵泉 有些像黄金桐又不完全像 有些像玉枝也不完全像 以后有机会再试验 找出这个异能的准确性 次日丁香醒来 身上乏力不想动 头也昏昏沉沉 院外有说话声 却听不到小鸟的呢喃声 还好燕子已经飞去南方 少年飞飞 夏天来住了一天 外出找食的几对燕父母 不敢回家 急得在院外打转 除燕饿得叽叽直叫 燕父母还是鼓足勇气 来喂食他们 那天夜里 燕父母一直站在巢边 守护燕宝宝 他们的意思很明显 要吃就来吃我 不要吃我的宝宝 丁香没看到 还是第二天听丁壮说的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母爱和父爱都是最伟大的 当然也有例外 她一直告诫飞飞 来到她家 不许吃她家的燕子 鸡鸟不在她家 她就不管了 飞飞也要活命不适 又想到家里的那些鸡 就是飞飞不来 鸡也逃不了被吃的命 飞飞蹲在丁香枕盘 温柔地看着她 丁香伸手摸了摸飞飞 早 一醒来就能看见飞飞 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咕咕咕 飞飞用头顶贴了贴丁香的脸 从小窗缝隙飞 飞进几缕秋风 伴有鸡汤的香味 她偏头对飞飞笑道 我娘杀鸡了 你又好吃的了 咕咕咕飞飞小脑袋 又跟她贴了贴 张氏进来 香香醒了 娘给你穿衣裳 今天早上吃鸡汤饭 爹呢 他们早走了 看到闺女情神艳艳 张氏心疼到 香香记住了 以后不能多出汗 对身体不好 哦 张氏给丁香穿好衣裳 洗了脸 抱着去了上房堂屋 飞飞也跟着飞过去 蹲坐在丁香身上 张氏进厨房 端来两个碗 鸡汤饭放在大桌上 装生鸡肉的大碗 在飞飞的嘴边晃了晃 放在地上 飞飞知道那是她的吃事 飞过去吃起来 一只鸡除了骨头 鸡头 爪子 以及给丁香留的 一只大腿肉和肝子 所有肉都剔下来 是飞飞的四天口粮 丁香没有闹着自己吃饭 一口一口 由张氏喂着饭里 有一些碎鸡肉和鸡肝 吃紧嘴里喷香 见闺女爱吃 张氏笑道 熬了大半罐 香香能吃几顿你爷说 若飞飞喜欢在家里住 四天后再杀一只鸡 四天杀一只鸡 张氏心疼的脸都皱在了一起 丁香感动不已 爷爷一定是看见自己太喜欢飞飞 才多留她住几天 爷爷绝对想不到 飞飞若训练好了 对这个家的意义有多大 吃完饭 张氏去忙碌 丁香和飞飞坐在炕上玩 没人了 丁香打起精神训练飞飞 飞飞最喜欢的是丁香的香气 那就用自己的香气训练她 飞飞想靠近自己丁香 就把她推远些 拿一把梳子让她闲着 放对了地方 就亲亲她的后脑勺 别人看是亲她的后脑勺 实际上是丁香抬起的胳膊 让叶下对着飞飞的嘴 这个姿势不雅 一般人的这里实在不好闻 可谁让自己与众不同 飞飞又好这一口呢 一人一阴这个姿势 丁香笑出了声 飞飞真是只聪明的报应 训练了一天 就知道闲指定的东西了 若是飞飞跟燕子一样 把握安在自己家 早上出去把肚子填饱 晚上回家住就好了 若是她能叼更值钱的山深回家 当然就更好了 但报应习惯把家安置在人际罕至 她又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 有时间就训练吧 这么聪明的报应 万一哪天开窍 把这里当成她的家也不一定 想到梦中那朵貌似灵芝的东东 飞飞为什么只叼苹果 不叼其他东西呢 或许是她偶尔看见人们吃苹果 就觉得苹果是个好东东 玩那些人参灵芝什么的 她不知道他们的好 晚上带爷孙四个回来 丁香给他们展示了一下 她把一根树枝丢出去 大喊一声拿来 飞飞就飞过去把树枝咸回来 众人大乐 丁立春又把树枝丢出去 大喊一声拿来 飞飞向没听到 小眼睛只看丁香 小少年无比沮丧 丁香说道 飞飞 要听我哥哥的话哦 飞飞听不懂 依然温柔地看着她 丁香抱歉地跟丁立春说 飞飞还不能完全听懂我的话 慢慢教 会听懂的 丁立人说道 听懂了妹妹的话 妹妹也让飞飞听我的命令 好 丁壮见孙女说话有气无力 却高兴得小脸通红 笑道 多杀两只鸡 让飞飞多在家住些日子 也多给香香补补 我孙女聪明 这么小就知道训暴音了 这小东西也兴足 听说有钱人家抓到暴音 要找专人训练她 飞飞在丁香家住了15天 吃了三只鸡和一斤羊肉 丁壮不敢再留她了 飞飞还没完全长大 否则饭量更大 自家养不起 丁香也知道 在飞飞没完全练好本事之前 也不宜在家喂养 那是害了她 飞飞自己不走 明天一早就送她走 经过这么多天的训练 聪明的飞飞 已经能听懂几句丁香的口令 也听懂了苹果的意思 第51章坐飞机 丁香把东西丢出去 再一指那个东西 拿来 飞飞就会把那东西叼过来 丁香指一个方向道 飞去那里 飞飞便会飞向那的地方 丁香一说苹果 再指一指院子里 那棵苹果树 她就会飞过去 啄一个苹果到丁香手里 丁香试图教她 啄一根苹果树枝 但飞飞依然啄的是苹果 几天下来 祸害了十几个苹果 让张氏及时心疼 她有些生气 香香 苹果还没有熟 这么霍霍可惜了 丁香不能说她有一个痴念 她想让飞飞 啄一根苹果树枝回来 搞嫁接 那里的红苹果 比人种的苹果好吃多了 苹果子到长出苗 到种下地再到接出苹果 至少要用八年时间 但若用树枝嫁接 三年时间就能结果 何况自家种下的苹果 子不一定能长出苗 丁香拉张氏袖子撒娇道 训练飞飞 让她咸红苹果汁来咱家 张氏可不相信 飞飞会叼苹果汁来自己家 哪里有那么聪明的鹰 你让她叼苹果汁 她就叼苹果汁 她气得第一次告了壮 奈何丁壮和丁招 都舍不得怪丁香 丁招说 苹果啄下来也没浪费 咱都吃了不是 丁壮说 那点紫钱咱家还是有 香香高兴就好 等到有卖红苹果的 再贵也给香香买两个 回来解馋 张氏无法 丁香还让飞飞 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就是让她闲着空篮子 伴地空在院子里 飞给她比了高度 离地面一尺多高 飞飞闲着篮子飞行 倒是很快学会了 就是飞得太高 训练到第十五天下上 终于掌握好了高度 离地面或都不超过两尺 觉得差不多了 丁香就坐进篮子里 让飞飞闲着篮子 把飞飞得不高 摔着也不怕以防万一 丁香还把小哥哥的 一顶棉帽子戴在头上 她现在体重只有20斤出头 飞飞叼得非常轻松 飞飞叼着装丁香的篮子 飞起来 丁香兴奋地尖声大叫 有种前世在游乐园里 坐小飞机的感觉 走出厨房的张氏 吓得魂飞魄散 大叫着追着飞飞跑 放下 快放下 丁香哥哥笑道 娘亲不怕 飞飞不会飞高 张氏还是抓住篮子 把丁香抱下来 第一次拍了丁香的小屁股 淘气 飞飞是鸟不是人 万一飞高了会摔死人的 丁香第一次任性起来 大哭道 香香就是要做飞飞 香香就是要做飞飞 丁香豪的前额渗出汗来 院子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他如此 就是要抓紧时间训练飞飞 飞飞也生气了 瞪着眼睛 冲着张氏嘎嘎大叫 张氏正不知所措 丁壮提前回来了 明天飞飞要走 他专门买了半斤羊肉 回来喂他 还没进院子 就听到孙女的哭声 他大踏步跑回来 拍着院门吼道 开门 谁惹我孙女了 张氏把门打开 说了那件事 太危险了 摔坏了咋办 丁香抱着丁壮的大腿 继续哭 香香要做飞飞 飞飞极聪明 不会飞高的 看到孙女哭得厉害 前后的青筋都长了起来 丁壮心疼了 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进屋找出一个麻绳 一头系在丁香腰上 一头系在飞飞身上 即使飞飞飞高了 或者篮子翻了 丁香也摔不下来 而且拉紧的绳子让飞飞吃痛 他自然会飞下来 丁壮敢这么做 心里跟丁香一样 都相信飞飞的聪明 以及飞飞对香香的眷恋 有了安全措施 飞飞就闲着装丁香的篮子 飞了一圈又一圈 他真的非常聪明 还知道篮子底要避开障碍物避不开 就往高了飞 离障碍物也不超过两尺 丁真来做客 看到这一幕欢喜极了 嚷道我也要做飞飞 我也要做飞飞 丁香拉着小姐姐求了半天 飞飞才掀起篮子飞了两圈 等到丁招父子三人回家 又给他们表演了空中飞人 丁丽人也要求做飞飞 他有些重 四十斤左右 飞飞又带着他飞了两圈 丁丽春知道自己重 羡慕也没提这个要求 睡觉前 丁香重新在飞飞腿上 系了一条红帽子 她的眼圈是红的 舍不得她想着 等自家有钱了 飞飞也练好本事了 她想住多久住多久 次日一大早 丁招抱着丁香 丁香抱着飞飞 带着丁丽春 丁丽人向山里走去 只有把飞飞带进山里放飞 她才知道是让她回自己家 路上遇到村人经过 人家笑问道 丁大哥 你们这是去哪 许多村人都知道 丁家二房来了一只爆音 经常能听到她家院子里 传出阴历声 他们以为丁壮养几天 就会拿去县城卖大钱 报音罕见 拿去县城能卖百事两银子 若是拿到省城 会卖得更高 若不是丁壮父子厉害 多有人去她家偷阴 丁招笑道 这只鹰落在了我家 我们抱去山里放飞 那人惊道 为啥要放了 要不 你卖给我吧 我出五罐钱 丁招不高兴了 占便宜占到了自家身上 冷哼道 不可她喜欢我家孩子 我家孩子也喜欢她 舍不得卖 丁真知道今天早上 要放飞飞走 老早就起床 站在自家大门口 看见他们了 也要跟着去放飞 丁丽春就背着她一起去 走上之前的那个山坡 飞飞搞懂了他们的意思 眼里也流露出不舍 丁香抬了抬胳膊 飞飞太重 胳膊只晃了晃 她说道 飞飞去吧 去林子里自己找食吃 若是吃饱喝足 能回家 就更好了 飞飞展翅飞上天空 在他们头顶盘旋两圈 越飞越高 向远处飞去 直至消失 丁丽人怅然若失道 若飞飞真能晚上回家就好了 丁丽春也有这个奢望 嘴里说道 飞飞又不是人 怎么可能那么懂事 丁招道 飞飞没有成年 还要继续练本事 为她好 就不要把她留在家里 丁真表现得更直接 憋着小嘴流出泪来 飞飞走了 丁香一直提着的精神 气儿也没了 又艳艳的没有精神 第52章 爷爷病了 连续两次出汗做梦 耗费丁香许多体力 又费精力训练飞飞 丁香瘦多了 以后 即使做那个试验 也要时间隔久一些 丁招给丁香过了秤 十九斤 比她满两岁时 轻了四斤 丁壮心疼坏了 让张氏杀了一只鸡 专门给丁香进步 又把丁香抱去镇上看病 开了补药 给她调理身子 丁壮为此 还训斥了丁招和张氏 说他们没把孩子看好 让孩子遭老罪了 张氏把丁香看得更紧 绝对不许她 离开自己的视线 丁香想再出香汉做实验 根本找不到机会 天气越来越冷 黄眼来到蜡月 她的身体 才算恢复过来 年前丁家大房 出了件大事 丁下室的大肚子病死了 她夏天就得了这个病 一直没治好 据说痛得天天惨叫 死状非常吓人 人瘦得像一把骨头 肚子上的皮撑得发亮 像怀足了月的孕妇 丁香只远远看过她一次 甘瘦的老太太 大着嗓门骂人 二里地外都能听到 丁壮和丁招高兴坏了 老前婆终于死了 还死得这样惨 该 他们不仅没去吊丧 还让张氏整治了一桌好菜 父子二人喝酒 也是庆祝 丁壮还想放爆竹庆贺 被丁招劝住 她倒不是因为丁下室 而是为了丁丽人 大嫂死了小叔子放爆竹 容易引起公愤 丁丽人将来要苛考 不能让她像自己一样 没人愿意当宝人 丁香也高兴 那个恶老太婆 早就该死 她死了 对二房是好事 对大房又何常不是件好事 特别是被她一直欺压的丁叛帝 更是好事 冬去秋来 转眼到了庆关 二十一年八月初 丁香三岁了 房檐下的燕子 又飞去了南方 院子里的苹果书上 挂了许多青果子 地里的庄稼金灿灿 群山多彩 秋意见浓 对于别人 这个年纪 还是懵懂无知的幼童 丁香却有了 而今实境愁滋味的感慨 偶尔划过忧伤的眸子 和稚嫩的五官 及时违和 今年发生了几件 让丁香非常不开心的事 第一件事 丁立春年初就没去上学了 跟着丁壮父子学打铁 小少年不愿意 但因为这个家 也为了弟弟妹妹 还是悲壮地放弃了 一直以来的理想 丁香表态 自己将来能赚很多钱 要把自己的所有私房 都贡献出来 甚至搬出丁吃 给自己算的命格 还是没能改变大人的决定 他觉得很对不起 小少年 若不是多养了一个 能花钱的自己 丁家还承担着 要给他多攒嫁妆的重担 也不会这么早 让丁立春坠雪 他不止一次 鼓励小少年 不要放弃当将军的理想 坚持练武 等着妹妹将来赚大钱 妹妹的话 让小少年及时感动 也更加觉得 自己应该多为妹妹打算 第二件事是 大人暂时认为丁香聪明 他的许多建议 还是会被大人忽视某些事 他提出来 他们都是一笑了之 哪怕丁壮极其宠爱孙女 还猜测他是花王转世 他祸害小钱还成 大事却不会由着他性子来 比如 镇上有个铸铁小作坊 应东价有急事 低价转卖 他撒娇半吃 一定让丁壮买下来 本来丁香不想这么早 让人看出他的不同 但机会难得 可丁壮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还笑道 香香真是个小操心婆 这些大事 你不要费心 只管享福就成 听说铸铁作坊 被别人低价买走 丁香心疼得顿足垂胸 气得扯过好几次爷爷的长胡子 一天没跟他说话 第三件令丁香不开心的事是 到现在 飞飞也没来加一次 那个小东西 可不要把他忘了 第四件事 上年拨下的苹果籽 没长出苗 第五件事最让他难过 丁壮六月初得了一次重病 虽然治好了 到现在身体还康复 大半时间在炕上躺着 爷爷重病期间 丁香哭得及时伤心 眼眶周围的皮都擦破了 他舍不得爷爷早死 爷爷还没想过他的福呢 古人能活到五十岁 就算寿终正寝 超过六十是高寿 超过七十古来西 爷爷已经四十八岁了 丁壮重病清醒后 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已经一只脚踏进阎王殿了 又被我孙女哭了回来 我舍不得香香 怕我死后他遭罪 丁昭和张氏觉得老爷子这话 是在敲打他们 吓得二人赶紧保证 不管何时都会心疼香香 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第六件事 丁香没能实现 跟丁昭和张氏分抗睡的目标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 怕丁香擅自穿棉袄出汗 影响身体 张氏看他看得非常紧 去哪里都要跟着 天一热就把棉袄棉窟锁起来 夜里会摸丁香好几次 发现人不在就起来找 丁香是不爱出汗的体质 哪怕夏天会出一点汗也不多 不足以让他做那种梦 这么长时间 他只逮着一次机会做试验 还没达到预期效果 那是五月上旬的一天 天气特别热 夜里睡觉的时候 丁香把张氏荡成棉袄抱着睡 一开始张氏还会给他扇扇子 扇着扇着张氏就睡着了 丁香出了一身汗 置身于农乡之中 如愿做了的香梦 这次他想梦见金城那的家 一整晚上都在想 公主娘和小哥哥吃不过 他们的样子已经旺旺 想的不是他们的容貌 而是那几个字 汗越来越多 沙帐里弥漫着香气 让丁昭和张氏睡得更沉 伴随着远处挖鸣和丁昭张氏的憨声 丁香的视野开阔起来 夏夜深邃 浩月当空 如水的月光 把连绵群山和世间万物 冲洗得柔和明亮 一 群山和乌社怎么那么熟悉呢 镜头缓缓下滑 落在一个小院里 这个小院更熟悉 正是丁香现在的家 镜头又往前 向着那扇开着的小窗推进 打住 不要去 镜头继续向前 越过小窗 定格在窗下 那个躺着的人身上 那人身体成一个大字 放在胸前的大手 随着呼吸起伏 大嘴张的能塞下一个核桃 圆圆的鼻子 红得像熟透了的大草莓 正在打呼噜 吹得胡子一飘一飘 正是丁壮爷爷 第五十三章 丁池的疯狂 丁香想大声呐喊 快点醒来 快点醒来 就是喊不出来 窗外传来脑的啾啾声 黑子也叫了几声 丁香猛地清醒过来 丁昭和张氏也醒了 吸吸鼻子 多坐了起来 香香 娘亲 爹爹 我在这里好热 丁香很无辜的样子 他不是故意出多汗的 张氏赶紧给丁香擦汗扇扇子 丁昭出门 把黑子安慰住 把两只鼻子特好使的鸟赶走 这次的香气没有那么浓郁 不久香气就飘散在了夜风中 没把别人吵醒 几人又躺下睡觉 丁香没睡着 想着刚才怎么会梦见爷爷 想了半天 觉得或许因为不记得公主娘 和小哥哥的长相 那个富贵的家 虽然住了一个月 也没见过什么样 所以无法定位 而这个家他熟悉 便来了这里 由此丁香得出一个结论 不是他想梦见谁 就一定能梦见谁 必须要有他见过的人或者物 梦才能把他带去那里 也或许还有他不知道的什么原因 以后慢慢发现 梦里爷爷的衣裳是前天换的 场景最大的可能是今天 也有可能是昨天 前天 甚至明天 香人换衣都不勤 有些人一两个月换一次爷爷 还算爱干净的乡下汗 一上三 四天换一次 冬天要穿半个月 他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汗出多少能够自己清醒之前出的太多 迷得太深 所以自己醒不过来 除了这六件事令丁香不开心 他们家还是有两件好事 一件好事是 丁丽人小正太学习出奇的好 甚至赶超比他大五 六岁的孩子 受到李先生的喜爱和重点栽培 丁香一直跟着小正太学习 丁壮觉得 孙子准能考上近视的同时 孙女也能考上女状元 第二件所谓好事是 七月份丁池用全部存相和抵押宅子 挣了1100两银子 离领水线首付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赚了大钱 丁池一家三口得意极了 丁池花20两银子 给丁壮买了几片老山身补身体 丁壮觉得这几片老山 对自己身体起了大作用 对丁池的态度柔软了不少 丁池又花十几两银子 给丁香买了一只欠珠银簪 非常漂亮 说是江南那边来的货 给他添装 丁香不愿意收 丁池硬塞给了他 丁池走后他又送给张氏 张氏没药 丁香一点不觉得这是好事 丁池的手笔越来越大 已经不是眼高手低和急功近利 而是疯狂作死的赌徒 哪有次次把所有身家都压下当赌注的 天作孽有可为 人作孽不可活 唐实在是忘夫 也经不起他无休止的折腾 丁香对丁池这种做法非常不赞同 怕他越玩越心大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闯祸 给这个家带来大麻烦 丁香想分家 跟丁池彻底切割开 丁池属于丁家二房一分子 按理他挣的钱属于整个丁家二房 但他从来不交钱给管家的丁壮 丁壮和丁钊也没主动向他要 丁池又不听大家长的招呼 属于义务和责任完全不对等 若分了家 律法上丁池只对自己小家负责 即使他当上首富 也与家里没有任何干系 丁壮和丁钊想要都不行 同理 他若闯下什么祸事 别人也只能找他 这个时代有律法 父母在 不分家 但丁池经历特殊 不是在丁壮跟前长大 完全可以说他幼时被丁淑娘收养 去衙门办分家文书 丁淑娘只是丁池的姑母 成年后的丁池分家令果 再正常不过 丁香说过几次 可丁壮和丁钊都没听进去 还笑丁香是个小操心婆 他们如此 一个是古人迷信 通过那颗海螺珠觉得堂食忘夫 能照住丁池二个事 他们一直觉得有愧于丁池 不愿意再把他推远 这让丁香无比郁闷 还要继续说服 这天上午 丁钊父子三人 都去了镇上打铁和上学 只有丁壮和丁香 在堂屋吃赏饭 使两碗鸡蛋面 喷香 张氏自己在厨房吃素面 丁壮感觉身体好多了 问道 香香 晚上想吃什么 丁香知道张氏 已经准备好了晚上食材 烙韭菜饼 还有一点肉 专门给丁壮和丁香 做肉片汤 丁香说道 我想吃韭菜饺子 多放些肉 根据他三年经验 丁壮一问这个话 就是想吃饺子了 这是他的最爱 丁壮笑眯了眼 觉得孙女是最孝顺的妮子 乖乖孙女 爷爷想吃韭菜肉饺子 每次爷爷叫丁香 都叫得非常肉麻 这不符合交东人 说话的方式 更不符合丁壮刚硬的性格 后来听丁昭说 丁家仙人 是从蜀中过来的 蜀中的人喜欢说谍词 比如乖乖 孙孙 宝宝 肉肉 张氏进来收碗 丁壮说道 晚上吃韭菜饺子 见公爹终于有胃口了 张氏很高兴 肉没剩多少 再加点鸡蛋和油渣就够了 饭后 丁香服饰丁壮上抗无赏 所谓服饰 就是帮丁壮 把脱下的衣裳放在椅子上 再把卧房门关上 这是丁香现在每天都要做的事 看到小孙女如此孝顺 丁壮的心揉得像天上的云 乖孙孙 回去歇着 别累着 晚上二房吃饺子 丁壮让丁丽春去把丁山父子请来喝酒 他们乐呵呵带着一小包一糖来了 丁秦把糖塞进丁香手里 丁香到了谢 问道 五叔叔 真姐姐呢 丁秦笑道 在家带大牛 赵氏在今年二月终于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丁大牛取这个名字 当然是为了好养活 还期许能有二牛 三牛 自从有了丁大牛 丁真小萝莉就不像原来那么轻松自在了 也很少来二房玩 五岁的小萝莉要做许多事 带弟弟 烧火 捡柴 洗菜摘菜 喂鸡喂鸭 等等 他再忙再累都高兴他有了弟弟 爹爹有了儿子 自己家的东西就不怕别人惦记 将来也有依障了 丁香想起前世 有些孩子独生子女当惯了 突然得知父母想要第二胎 特别不高兴 某些专家还认为 父母应该先把孩子思想工作做通 再要老二 而古代 母亲哪怕生一串孩子也无权干涉 就没有这个意识 第五十四章吃绝户 丁壮病了两个月 这是第一次喝酒 一喝就杀酒不住 所有人都不敢打扰丁壮的酒性 包括丁山 丁招给丁香使了个眼色 在丁壮到第五杯酒的时候 丁香不愿意了 爷身体不好 不能再喝了 说着滑下椅子 拉着他拿酒中的胳膊不放 丁壮笑求道 乖孙孙 爷无事今天高兴 让爷多喝几重 丁香多嘴道 不行 大夫专门跟香香说了 爷的病没好权之前 不能多喝酒 香香不阻止 就是大不笑 丁山哈哈大笑 三岁的孩子能说出这些话 聪明二哥说的对 香香将来准能当冯素贞 丁壮喜欢听这话 又见孙女快急哭了 笑道 好好 爷喝了这杯就不喝了 他的笑比哭还难看 丁山笑道 咱们都不喝 把酒拿出去 只吃饺子 正说着 外面传来吵闹声 丁立春和丁立人 跑出去看热闹 过了一会儿回来说 是老毕家 大房 三房 四房又去二房闹 要把和大娘霍清鸭姐 赶去村头的破房子住 他们哭着要跳紧了 毕家四个房头 二房最富 盖了几间大瓦房 可惜没有儿子 男人几个月前得病死了 丁山气得把酒中 网桌上意料 骂道 贪得无厌 兄弟死了 占了人家的田地 还要占房子 连母女俩的活路都不给 他最恨吃绝户的人 想去帮着主持公道 又不敢 怕人家说他 打寡妇主意 丁壮对丁招和丁琴说道 去跟夏理正说说 不要闹出人命 他是老官夫 更不好管寡妇家的事 只得让儿子去跟李正说 吵闹声终于停息 丁招回来说 夏理正几人 去主持公道 说不能不给孤儿寡母 留活路 给他们母女留两间房 另几间房 必加大房 三房 四房分 把人家私有财产占了 还是留了活路 丁香总算 见识到了什么 是吃绝户男人刚死 数败兄弟 就去他家 抢抢田地房子 逼得母女去投井 也觉得理所应当 古代家庭 没有男孩举步维艰 这个时代 绝大部分人都认为 吴后就该收四子 没收四子 男人一旦先死 就该吃绝户 总不能便宜外形人 越是穷乡僻壤 这种观念 越根深蒂固 怪不得精穷的王氏 一直盯着丁有兽 和三房 现在三房有了儿子 他打主意 也只能打到 丁有兽夫妇身上 大房还没有分家 丁下是死了 王氏依然奴役着 好事和丁叛帝 丁山这个大家长 啥事不管 丁有兽这个丈夫 和父亲又不作为 好事和丁叛帝 天天苦哈哈 有做不完的事 听说丁叛帝 反抗过一次 被王氏大骂一顿 死命掐过几下 没有一个人帮他 他也不敢再反抗了 好事也没反抗 不知他又憋着 什么坏主意 丁湘不太理解 好事这种人 王氏只是嫂子 不讲理 好事完全可以 名正言顺跟他干 但好事就是不明着干 也不敢明着帮闺女 而是暗地里 使用下三滥手段 整孩子 可怜丁叛帝 小童宫在苦在泪 没人帮 可怜丁四傅 被人害得他爹娘 还不自知 还想继续占便宜 丁湘很想帮助 那两个孩子 却也无能为力 他现在都是小娃娃 还基本上 看不到丁叛帝 看到也离得远 偶尔看见丁四傅 离自家门口近 就会让他进来玩 给他点好吃的 晚上下起雨来 一连下了几天 下得酣畅淋漓 天气彻底凉爽下来 丁壮觉得身体 完全恢复了 这天早上 同儿子孙子一起去镇上铁铺干活 一直提心吊胆的丁湘 终于放下心来 爷爷身体彻底好了 他也有心思做别的 他要逐步展现自己的天才 为这个家多多的挣钱 先从他接触最多的打烙子开始 丁湘指头不算很灵活 但他会话会说啊 还有张氏这个手艺人 再努力一下 争取把张氏培养成设计师 若是条件允许 丁湘想开一家 以截子和盘扣为主 绣品为服的绣铺以后 再逐渐壮大 发展成编织毛衣的工厂家卖场 丁湘旁打侧击过张氏 这个时代没有盘扣 连最简单的算盘疙瘩 都没有胶领衣裳有腰带系在腰间 对筋衣裳和对筋被子 都是用绳子系 若把盘扣做出来 是对衣裳的一种变革 铺子名字都想好了 叫九路之秀格 之秀格 顾名思义 只排在秀前面 而九路的含义 只有丁湘知道 画九色路漫画书 是他接的第一份工作 那时还在上大学 丁湘缠着张氏要撕线 张氏应付着 给了他一点缝衣上的棉线 丁湘扭着小身子 不是这个 是娘亲打烙子的线 娘亲不给 我就找爷爷和爹爹要 他们定会给我 这个时代的线分几种 一股和二股线是绣花线 三股线缝衣裳 四股线缝被子 五股线最粗 是专门打烙子的线 五股线说粗也不粗 比前世专打大截子的一 二号线系多了 跟五号线差不多粗 张氏无法 只得给了他两根蓝色五股棉线 丁湘不愿意 用一根蓝线换一根黄线 先打张氏打过的梅花形扇坠 他的小胖手指头不灵活 打出的烙子松紧不一 除了吃饭一直坐着打 大半天还是打好了一个小扇 坠蓝色花瓣嫩黄心子 还掉了点黄色流苏 张氏惊到了下巴 老天 香香真会打烙子了 还打得这样 好难怪你也总说你是焦东头一份 还真是 丁湘诺诺道 香香是跟娘亲学的 看看就能打得这样好 没有谁比香香更能干了张氏由衷的夸奖 丁撞回来 丁湘屁颠颠孝敬给了他 还许诺以后再给爹爹 娘亲 大哥 二哥各变一个 丁撞大乐 也想香香的服了 他把坠子系在大蒲扇上 也觉得不搭 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坠子又取下来 对丁招说 改天你去县城一趟 买把好些的大折扇回来 丁丽春道 多买几把 妹妹还要给我们打 丁招点头许诺 她也想要闺女打得擅坠 第五十五章 闯大祸 丁撞高兴孙女能干 拿了二十文大钱奖励她 钱别都攒着 向你二哥学学 有钱就买好吃的 丁湘乐颠颠把钱放去大匣子里存着 当以后的启动资金 她现在是家里的小富婆 前家首饰比丁招和张氏的私房还多 晚上 全家正在吃饭 听见院门被拍得啪啪作响 丁丽春跑去开门 谁啊 她有些生气 敲门不会好好敲啊 郭梁的大嗓门 丽春 是我 快开门 口气又急又冲 门一打开 郭梁冲进来 又急吼吼向上房跑去 她一头汗水 跑得头发都快竖起来 大着嗓门喊道 二舅 表哥 出大事了 丁招迎了出来 荒道 是我姑出事了 郭梁道 不是我娘 是池子 他闯大祸了 这话把屋里的人都惊得站起来 郭梁跑进屋说道 今天上午 唐绍东嫁来了我家 说池子被骗着参与了赌食 用他家所有的村巷 加上他家宅子 又在娇子铺 以三分力借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买了一块八十斤重的蓝田鱼原石 硕原石里的蓝田鱼可卖到一万两银子以上 可切开后 里面含的鱼极少 还鱼枝粗糙 二十两银子都卖不到 唐绍东嫁是唐氏的弟弟 娇子铺释放高利贷的铺子 若利息控制在三分以内 朝廷不会管 属于合法经营若高于这个利息 就要地下交易 名不告官不咎 哪怕告了 娇子铺黑白通吃 衙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吃亏的还是借钱和告状的人 丁壮身子晃了晃 大巴掌拍了一下桌子 悲愤道 那个畜生 居然敢去赌十块钱 哪有那么容易赚 这下闯大祸了 丁昭急道 池子呢 郭梁擦擦脸上的汗 听说池子五天前 让季嫂子把力来送去唐家 并没有说他闯下的祸事 只说他和唐氏去省城 找薛大虎谈生意 其实他是被焦字铺的人 押着去借钱 哪知道他和唐氏半夜逃跑了 屋里人更慌了 丁立春吼道 他们跑了 谁还钱 郭梁用袖子擦擦脸上的汗 今天焦字铺的人找到唐家 唐家才知道池子闯下这个大祸 坚决不帮池子还钱唐少东家 还指着我爹娘大骂 说丁池把唐家闺女拐跑了 不说焦字铺 若他们找到池子 也会打死他 二舅 表哥 焦字铺的人敢借池子那么多钱 一定是知道你家有些家底 唐家富裕 还知道你们跟省城薛大虎有关系 若他们找不到池子 薛家和唐家又不帮忙 所有的债务就都压在你们身上了 那么多钱 即使你们把铁铺和这个小院 田地都卖了 也差得远 我爹娘让我来跟你们说 焦字铺的楚老板心狠手辣 手上有不少人命 让你们赶紧去外地避风头 以后都不要回来 丁壮咳嗽一声 吐出一口鲜血 众人更怕了 张氏无嘴哭起来 丁香滑下椅子 抱着丁壮的大腿哭道 爷 你不要气坏身子 丁钊扶住丁壮说道 爹 只要人在 不管什么没了 我们都可以重头再来 若人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你一定要挺住 丁壮颓然坐在椅子上 双眼无神 无力地骂着 畜生 畜生 我们这个家被他毁了 天天做白日梦 想挣大钱 想当首富 哪那么容易 他倒是带着媳妇跑了 把烂摊子甩蝶老子这一大家子 该怎么办 丁钊脸色更加苍白 若有所思说道 怪不得 前几天起 我就看见村边有几个陌生汉子转悠 他们定是胶子铺的人 专门来看着我们的若找不到池子 薛家和唐家在不管 就会找我们要前爹 怎么办 丁壮今天才出门 也想起有几个陌生人在村口转悠 他抖着嘴巴 半课多钟才说道 除了还钱 还能怎么办 爹对不起你们 把你们这一房脱下了水 我丁红鼻子 在古安镇是一把 在临水县城 就是一个屁 我不怕死 却我不能让我的孙女孙子受苦 特别是香香 他还这么小 他看了丁香一眼 眼圈都红了 丁招道 我去跟他们打个商量 我和织娘 丽春留在家里筹钱 爹带着丽人 香香去织娘娘家 避一避你们老的老弱的弱 或许他们不会为难 他知道这主意不成 但总要试一试 丁壮摇头道 你觉得焦子铺的人 能跟你讲道理 他们已经让那个牲畜跑了 怎么会再让我们跑路 哪怕他们找到那个畜生 他拿不出钱来 把他打餐 把他打死 最终还是会来找我们讨钱 把我们的全部家底拿出来 再找亲戚朋友 借一些不够的 就以三分力 继续借借亲戚朋友的钱 按一分给利息 郭梁道 我爹娘说了 若二就要带池子还钱 就把池子送我家的六十两银子 都拿回来 再借给你们四十两爱 我们只能帮这么多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 母亲的意思是 家里还有三百多两的存相 应该都拿出来 帮二舅家渡难关 但父亲不同意 说二舅家还不起 那一百两就给当他们了 也算尽了亲戚勤分 自家也要过日子 不能再多借了 母亲跟父亲吵了起来 郭梁也同意父亲的意思 母亲一个人 争不过两个人 关着门窟 他觉得丁池变成这样 使他没有教育好 小时候 郭梁和丁池同时犯错 父亲会打郭梁 要打丁池的时候 母亲就会袒护他说 丁池是丁家人 姑父没有权利打他母亲 是看他从小 媚娘可怜 心疼他 没想到却害了他 丁招没客气 拱手道 大恩不言谢 借你们的钱 哪怕我这一代没还上 立春和立人 也会还城门关了 晚上你去三叔家住吧 家里要商量筹钱的事 丁招不好留一个外人旁听 郭梁也不敢住这里 怕夜里有人来抢钱 他说道 明天一早 我就回家取钱 丁壮道 招子同你一起去县城 他去唐家 看能不能借点钱回来 第五十六章筹钱 对于去唐家借钱 丁招没抱什么希望 自己儿子闯了祸 还把人家闺女拐走了 但现在已经山穷水尽 必须去碰碰运气 还有另一件事 得让招子去办 郭梁走后 丁招说道 别把孩子吓着 立春娘把香香和立人 带去东乡 立春是长子 必须要有担当 跟我们一同面对这件事 丁立春 挺了挺小胸脯 抿着嘴点点头 张氏觉得头顶的天塌了 哭着去拉丁立人和丁香 丁香不想走 爬上丁壮的吸头含泪说 香香不离开 爷 香香聪明的景 将来要考女状怨想听 出主意 丁立人也不走 爷 我将来要考进士 聪明 也能出主意 搂着软软的小身子 丁壮舍不得再推开 抱着丁香进了卧房 他把丁香放在地上 打开箱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大木匣子 又拿出十几关大钱 丁香以为 他会拿藏着墙角那个荷包 那里面的玉置地极好 若卖了肯定能还上债 但丁壮并没有拿 直接去了堂屋 丁香又抱着他的腿 一去一步跟着 那个玉佩一定比爷爷的性命还重 所以他才舍不得拿出来 丁壮把大钱放在桌上 又把匣子扣下 里面有几张旗书 银票和几订银子 这是咱家的全部家底 家里有146辆银子 12贯铜钱的存向 铁铺院子和炉子 打铁物食 转让铁匠砌书的费用 这些能值个300辆左右 这个院子值30几辆银子 15亩地和地里的产出 值100辆银子 那头老牛值个8辆银子 固定资产得让专人估价 他说的价格算不上准 还有铁匠的身份 不是你会打铁就能开铁匠铺 还要衙门批准 或者铁匠转让 丁昭道 我还有几两银子的私房 张氏道 我也有些私房 丁香道 香香有私房 都拿出来 我们也有丁立春和丁立人表态 几人回屋拿私房 丁香跑去南屋 拿出那的大匣子 把底下的三张纸拿出来 藏进一只旧鞋子里 再把鞋子放在小榻底下 几个月前 丁香偷偷拿鹅毛 做了一只简易鹅毛笔 重新把那些信息 寄在一张纸上 又重新画了李妈妈的像 和梦中的情景 他拿着匣子去了上房 因为丁池和丁壮买的几样首饰 丁香的私房是最多的 值个几十两银子 丁昭和张氏的私房 有九两碎银和一些大钱 张氏把几样首饰也拿出来了 丁昭又难为情地 看了丁香一眼 他把那七颗小珍珠也拿来了 说此事 生香香的时候 方老大夫送的这是南珠 能值个十几两银子 跌对不起香香 连这东西都拿出来了 小衣裳不值什么钱 没拿 丁香虽然心疼那几颗小珠子 也觉得此时该拿出来 丁力春和丁力人的私房 加起来只有几十文大钱 不算首饰 所有东西加起来大概五 六百两银子 首饰卖不了原来的价 得看人家怎么估算 借娇子铺的钱是一千二百两 借钱日期还差三天一个月 利息是三十六两银子 总共欠钱一千二百三十六两 还差六 七百两银子的亏空 减去国家城堡的一百两 还差五 六百两银子 唐家恨丁池 不一定会借钱 借也不会多借其他亲戚都穷 借的钱加起来 不会超过二十两 至于朋友 丁壮父子 还真没交到有钱的朋友 能凑过十罐钱就不错了 亏空那么多钱 该怎么还 丁香极是沮丧 他这个穿越女 此时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或许可以做个香梦 把丁池和唐氏找出来 但找到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把丁池打残打死 还是得要自家还钱 三天那一下筹集这么多钱 他真的没有法子 画幅不一样的话 手指头不灵活 也没地方卖高价 盗版画本拿去卖 暂且不管别人把不把他当妖精 这么短的时间写不出红篇巨著 小故事也卖不到几百两银子卖菜方子 家里没有原材料 父母不会听话地买回来 只得让张氏编点不一样的烙子卖 也值不了多少钱 还不起的钱只能继续借高利贷 以后时间充裕再想办法多挣钱 看到自家把所有家当都填进去 还差这么多钱 张氏再也忍不住 嚎啕大哭 呜呜呜完了 这个家完了 我们该咋办 哭声极是凄厉 丁丽人也跟着大哭起来 丁丽春忍住没哭出声 用袖子抹着眼泪 丁香也没哭 把头埋在丁状的怀里 他觉得最柔软的情感 有时会变成最强大的力量 现在只有他能给爷爷力量 让爷爷这个大家长 带领全家挺过难关 丁壮拍了拍小孙女的后背 柔声安慰道 香香不怕 有爷和你爹顶着 不会让你受苦 丁香再也忍不住 窝叶出声 他把脸紧紧贴在丁壮的胸口 不让自己大哭 丁壮哄到 不哭 也还有一把杀手锏 几人的哭声齐齐一噶 看向丁壮 丁招有些了然 哀伤地看着父亲 只见丁壮 使劲敲了几下木匣子的底部 再把底下的木板拿下来 居然有夹层 他从里面取出一把匕首 匕首的套子是牛皮 上面钉了一排铜钉 看着很是精致 丁壮抽出匕首 寒光森森他手一甩 匕首飞出去 插在屋角的铁铸上 看到铁铸被击穿 屋里传来几声惊叫 丁壮起身过去 把匕首抽出来 铁铸上赫然有一个小洞 丁立春惊道 削铁如泥 也怎么会有这样好东西 丁壮坐下 眼睛死死钉死在匕首上 楠楠说道 年轻时 我机缘巧合得了一小块好铁 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偷偷锤炼它 千锤百炼 百炼成钢 才得了这样好宝贝 丁招也记得老爹 打这把匕首的事 那是母亲刚死 丁招跟丁壮住在铁铺 丁壮四七之情 无法排解 就打那块铁 有时整宿不睡觉 乒乒乓乓一直打 邻居气得要命 却都不敢惹丁壮 由着他不分昼夜 打了一年多 第五十七章彩拙 这把匕首 既是老夫的情感寄托 也是他的另一个儿子 丁招肉痛道 爹 你说要留着他当传家宝 丁壮道 人都保不住了 还留着他作甚这把匕首 应该能卖个几百两银子 不要说我打的 就说是祖宗传下的 当朝严禁民营铁铺 撕打兵器 被举报要坐牢 甚至杀头 丁招犹豫道 咱们不认识有钱人 若找的人起了贪念 既想要匕首 又不想多出钱 出价太低 我们不卖 他就告我们撕打兵器 哪怕匕首 真是祖上传下来的 但因为咱们是铁匠 他们要那么说 咱也没辙得不到银子 还恐有牢狱之灾 丁壮道 前年县城的张大户 找我打把好剑 出两百两银子 我都不敢接他 是想送龙飞标局的 二当家钱大虎 说钱二当家 有收藏好兵器的喜好 还说他虽有残疾 却最是仗义豪爽 侠肝一胆 你明天去了唐家后 就去一趟龙飞标局 只找钱二当家 看他愿不愿意买 只要他出购三百两银子 就卖低了 哎 还是拿回来另找买家 丁招点点头 龙飞标局 是临水县唯一一家标局 他也听说过 钱大虎一只手残疾了 还被选为二当家 据说十分豪爽仗义 不管钱二当家 为人到底如何 都得去试一试 丁香心里有了底 若匕首能卖个三百两银子 剩下的钱就不多了 以三分力继续借 以后时间充裕 他能想办法还清 丁壮道 我们目前只能筹集这么多钱财 剩下的 只有继续借 再想办法还好了 你们回去歇着吧 天塌不下来 丁香挂在丁壮身上不下来 我害怕 要跟爷爷一起睡 丁钊也觉得 该是让香香陪陪老妇 说道 乖乖的 不许蹬被子 洗漱完 丁香如愿睡在丁壮的大炕上 丁壮和丁钊 把所有钱物 藏进那口大箱子 一把锁锁上 才各自歇下 丁香抱着丁壮的一只胳膊 想心事 假装自己睡着了 他知道丁壮几乎彻夜未眠 还偷偷抹了眼泪 他还知道 爷爷的眼泪一定是为他而流 丁香也流泪了 怕爷爷知道 他故意呢喃几声 换了的姿势 把小脑袋埋在褥子上 不让眼泪流在爷爷身上 若飞飞回来就好了 试着让他把他家门口的灵芝 嫌回来 后半夜 丁香抵不住困意睡着了 他是被丁壮和丁山的说话声吵醒的 丁山和丁琴 听郭子良说了丁池的事 是来送钱的 丁山送来了十两银子和五冠钱 这个时代一贯钱等于一两银子 三房一共拿出了十五两银子 三房日子不算好过 丁琴有宿急 丁大牛还不到十个月 这么多钱应该是那个家的一半存项 关键是 不知道二房还不还得起 三爷爷真是个好人 一定要记他的情 丁壮写下借句按了手印 又重复丁昭的那句话 大恩不言谢借的钱 即使我和昭子还不了 丽春和丽人也会带我们还 又让丁琴给李先生带个话 丁丽人因故暂时不去读书了 丁山父子走后 丁壮又带着丁丽春和丁丽人 去亲戚朋友家借钱 之所以带着两个孩子去 就是要让他们做保证 长辈还不起钱 他们继续还 丁香穿上小衣裳 跑到外面 张氏以为丁香还在睡 其他人都走了 关在屋里 嚎啕大哭 边哭边骂丁池是个骇人精 把这个家毁了 他和当家的死了也就死了 三个儿女怎么办 张氏撑了那么久 就让他哭一哭吧 丁香没去打扰他 抱着膝盖坐在门口 等到他的哭声渐入 丁香拍了拍门 诺诺说道 娘亲 怕怕 张氏赶紧把眼泪擦了 出来把闺女抱进怀里 香香不怕 娘亲在 张氏头发乱蓬蓬的 眼睛红肿 没有了平时的利索 丁香搂住他的脖子说 娘亲 我们有爷爷 有爹爹 有哥哥 我们的家不会塌下 一定会撑过去 日子会好起来 张氏没想到 小小的丁香 能说出这些话 又哭了起来 哭了几声又停住 深呼吸几口气说道 香香说得对 我们能够撑过去 会好起来 他把丁香放在炕上 去厨房拿了一个烙饼 和一碗黄瓜汤过来 丁香吃完饭 扯着张氏的袖子说道 娘亲 我想出了一种不一样的烙子 在把那几颗小珍珠缝上 也能多卖银子 总比单卖珍珠值钱 张氏不相信丁香 能想出不一样的烙子 他现在也没心思打 香香自去玩吧 大人的事你管不了 丁香只得去把那只 藏在柜子里的 简易鹅毛笔拿出来 再演好墨 鹅毛笔叫着墨水 在一张纸上 画了一根 样式别样的烙子 看形状像立体的镯子 比他小手指粗一点 上面还坠着几颗珠子 古人喜欢戴镯子和珠串 有钱人带鱼的 金的 珍珠的 沉香木的 没钱人勒紧裤带 也会买个银镯 但古人很少戴手绳 有也样式简单 就是几根细细的烙子 因为简单又便宜 除了特定节日 大人会戴一天彩绳 平时都是哄小孩子玩 前世丁香学过 几种手绳的打法 打出来花色漂亮 别致立体 再坠上不同的 小珠子小扣子 别有风情 若珠扣是纯金 或玉质水晶 还能卖高价 这种别致的线绳丁香 还想了一个 好听的名字 彩卓 这是丁香 为自家芝秀哥想好的 现在必须得拿出去 卖钱 他拿出去的 不只是两根手绳 还是彩卓的创意 丁香这图案说 娘 香香看你打烙子 是想到的 先用石青 鹅黄线 编四根滔子 再用滔子这样编 这么编 还是太细太软 里面加几股线 绕着线打 滔子是烙子一种 最简单的打法 编立体和较粗的手绳 必须用较粗的线绳 而这个时代 最粗的五股线都细了 只能用线 打成较粗的滔子 再用滔子编 里面还要加线 张氏果真被纸上的 手镯惊艳到了 赞道 真漂亮 手绳还能这样编编出来 真能这么好看 第五十八章好架 张氏所有心思 都在如何打授绳上 根本没去想 三岁孩子 怎么知道这么多 还画得这样好 他虽然怀疑 编出来的 不一定有画出来的好 还是猴急地 去针线楼里 找出几根线 照着丁香的说法 编起来 一个时辰编好大半截 再串上七颗珠子 张氏惊艳不已 觉得编出来的 一定比画出来的 更好看 五十末 背着大筐的钉状 带着丁丽春和丁丽人回家 今天 丁香是第一次看到丁壮 只隔了一宿半天 却觉得隔了好几年 爷爷瘦了 头发半束斑白 上嘴唇一圈撩泡 似乎被都驼了 丁香的眼泪涌了上来 上前抱住他的腿 说道 爷 我们会挺过去的 丁壮没像往日那样 抱起他哄 而是说道 香香莫怕 也不会让你受苦 就沉联走进上房 丁丽春巧声说 我们在北泉村和南泉村 镇上转了一圈 直接到八罐六串前 和几个银饺子 还有一人承诺 明天送两罐钱来 丁丽来又道 我们去镇上的时候 爷自己进了药铺 不让我们进去 丁香的心一沉 爷爷不会想不开吧 随即他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丁壮心性坚韧 又一再保证 不会让自己吃苦 不可能想不开自杀 上午吃的面疙瘩汤 几人都没胃口 吃完饭 丁壮又把自己关在屋里 张氏手里打着烙子 和三兄妹在堂屋默默等着 他们盼望丁昭快点回来 期许唐家能借点钱 那把匕首能卖个好价 卫十位 张氏终于编好一条手绳 往外上一带 别致又漂亮 真像镶着珍珠的彩色镯子 丁香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七星彩镯 张氏笑道 彩镯 名字倒是好听 也贴切线布值钱 但彩镯的编法值钱 再加上这几颗珠子 定能卖个好价 若时间充裕 卖给富贵人家的小姐 兴许能卖得更高 我熬夜多编两条 哪怕没有珠子点缀 也能多卖些钱 丁香又画了一个手上样式 娘 同样的款式 第二根就卖不起高价了 这也是我想出来的 叫叠飞彩镯 要用八股线编才好看 又说了如何搭配颜色 六星彩镯和蝶飞彩镯 都是由平杰衍生而来 现在张氏心中有事 静不下心来编更复杂的 张氏喜得满口答应 不多时 院门响起来 丁丽春一位爹爹回来了 兴奋地跑去开门 闯进几个凶神恶煞的汉子 丁丽春吓得跑进屋 爷 爷 有人来了 丁壮出来 一手一个把丁丽人和丁香 拎去卧房 再把门关上 一个恶汉拱手道 丁老板 丁壮拱手还礼 不敢当几位大爷是 那人冷笑道 丁老板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是哪儿的 你心里门清去省城 找薛大户的人回来说 薛大户说 他与你们丁家没有任何干系 他们不会贷还一文钱 我们找了丁池好几天 鬼影子都没看见 东家说了 子债复偿 一千二百两银子的 本金集月里 一文不能少 再过一天时间 就到了还钱的最后期限 我们后日过来取钱 至于逃跑什么的 想都别想 说完 那几人就横冲直撞地走了 丁撞进屋 把丁香和丁丽人拎去堂屋 又自己闷在屋里 张氏的手颤抖得厉害 打不了烙子 捂着嘴流泪 丁丽春安慰到 娘莫慌 有我和爷爹在前面挡着会 屋似的 丁丽人挺了挺小胸脯 还有我 我也挡在娘和妹妹前面 丁香没说话 眼神坚定地看着张氏 孩子们都这样坚强 他还哭什么呢 张氏抹去眼泪 继续编手串 手还是抖得厉害 编得非常慢 觉得爹爹快回来了 丁丽春牵着弟弟妹妹 站在门口看向村口 黑子蹲在一旁 村人都知道 丁池借了特多高利贷 他跑了 寨落在这个家 他们同情地看着小兄妹 不像往日那样 跟他们打招呼 远处一个瘸腿妇人走过 嘴角含笑 得意吧 现实报来了 今天的日头走得格外慢 兄妹几人望眼欲穿 终于在一片霞光中 看见丁昭赶着牛车 出现在村口 他们似幼看见了希望 丁香转身跑向上房 爷爷 娘亲 爹爹回来了 关在卧房里的丁壮 快步走出屋子 丁昭把牛车交给丁丽春 匆匆走进屋 怎么样 丁壮问 丁昭道 唐庆家没接一文钱 还指着我大骂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让我们把他闺女交出来 我都走出胡同口了 庆家老太太追上我 给了五十辆银票 还让咱们不要担心力来 他没敢说 唐庆家恨丁池恨得咬牙切齿 连着丁丽来一起骂 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好在庆家老太太说了实话 怕娇子铺的人狗鸡跳墙 他们已经悄悄把孩子 送去亲戚家藏好了 丁壮点点头 他也担心那个三孙子 又问 去龙飞镖局了吗 丁昭脸上有了丝笑意 去了 等到下赏未识出 前二当家才回镖局 他看了那把匕首 即使喜欢说这么好的物食 值四百两银子 他把几张银票拿出来 这么多 这个数目让丁壮和屋里的人 都面露喜色 丁壮道 前二当家一波云天 没有骗我们小老百姓 给了个公道家亲家太太的好 我丁壮记下了 四百五十两 再加上铺子房子等固定资产 急借亲朋友好友的钱 还差一百多两就能两清 丁昭道 明天我再去县城 把首饰卖了货当了 也能凑够三十至五十两哀 首饰价格浮动大 人家看你着急使劲压价 也无法只差百十两银子 就续借 虽然家里一瓶如洗 还道歉那么多银子 这比之前预想的好多了 至于将来怎么挣钱还债 过了这个坎再说 众人都觉得轻松了不少 丁壮不舍的环室屋里一周 丽春娘把家里的东西 十多十多 我们先搬去三方吉吉以后 把村头那几间破屋子修修 暂时住那里 第五十九章算多了 听说要住去村头 那几间被人遗弃的破屋 张氏和孩子们的脸色 又愁苦起来 丁朝宽慰道 爹会木工活 我会治庸辽 丽春娘会打烙子 日子总能过下去 晚上 丁香又抱着丁壮不松手 丁壮带着他在大抗睡 丁香抱丁壮的时候 有一个新发现 他胸口处有一个硬物 借着射进来的星光 看到他中医胸口缝了一个小方块 针脚歪歪扭扭 丁香了然 那里应该是一个小包 里面装的是那块 自己曾经见过的玉佩 或许丁壮心情放松 昨天又一宿未睡 很快进入梦乡 呼噜声打得酣畅淋漓 丁香伸手摸了摸 果真是玉佩 次日 丁朝拿着首饰去县城 丁香拉住他主妇 坠了珍珠的彩镯 必须卖三十两银子以上 另一根必须卖十两银子以上 因为卖的不只是漂亮彩绳 还是一种新奇的编法 和别样的名字 九思绣方的工掌柜 为人不错 不会恶意压价 他把彩镯的创意买下来 多多编织推出 不仅能挣钱 九思绣方的名声 也会更胜 上午丁叔娘来了 眼睛通红 人瘦了一圈 他拉着丁状袖子 哭得肝肠寸断 既担心丁池 又觉得自己对不起二哥二嫂 都怪我 把池子惯坏了 小时候他淘气 我当家的气狠了要打人 我还跟他吵架说 这是我丁家重 他没权利打枣知道 就应该像叫梁子那样 有错就用金条抽 池子的胆子也不会这样大 丁壮道 子不叫父之果 不关妹妹的事 是我对不住安安 没交好那个逆子 丁叔娘给了丁壮三十两银子 一根金簪 三根银簪 一对银竹 这是我的私房和首饰 丁壮收下三十两银子 把首饰还给他 哥哥惭愧 银子收下钱凑得差不多了 叔娘放心 听说丁壮钱筹得差不多了 丁叔娘才放下心 他吃了赏饭匆匆回家 张氏开始收拾打包东西 丁香把那双小鞋子和几件衣裳 打成一个小包袱 无论去哪里都会带着他 丁钊未时回家 脸色虽然不好 却没有走失的严峻 他拿出一堆银钉和碎银 还不错 卖了七十六两银子 工掌柜非常喜欢那两根彩镯 没有压价 七星彩镯卖了三十一两银子 叠飞彩镯卖了十两 用线编的烙子 卖的价比陈甸甸的银镯子还贵 连丁钊都没想到 加上丁叔娘送的三十两银子 一共一百零六两 这么算下来 只要铺子 田地 院子等东西估得公正 能够全部还清债务 说不定还能剩余几两 胶子铺收固定资产 会带专人来评估 出路不会很大 丁钊欣赏地看着丁香 问道 香香怎么会变那么好看的烙子 还取了那么好听的名字 丁香懦懦答道 我看娘亲打烙子 就想着兴许还有更好看的样式 想啊想啊 就想出来了 丁壮看丁香的眼神更加郑重 香香是聪明孩子 若当初我们多想想他的话 把那个畜生分出去令过 债务也不会压垮这个家 是我不好 丁钊说道 不全怪爹 也怪我 觉得香香是孩子 没把他的话听进去 若我们分了架 胶子铺兴许不敢借池子那么多钱 池子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当家人不再把自己看成不懂事的孩子 丁香还是高兴得他三岁了 能做很多事了 会带领全家重新建设美丽新家园 家里有这么多钱 怕出意外 晚上 丁壮和丁钊 丁丽春几乎没有睡觉 隔一段时间 就带着黑子在院子里走一圈 丁山也没睡觉 偶尔会趴在自家墙头 看村子里的动静 若发现可疑 就大叫出声 张氏带着丁香和丁丽人 合一而卧 以面对突发状况 终于熬到天亮 吃完饭 丁丽春把黑子拉去后院拴起来 怕他乱咬陌生人被打死 丁壮 丁钊坐在堂屋里等人 张氏带着丁丽人和丁香在东乡 丁钊还让他们把门插好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丁香不愿意 迈着小腿跑出去 又被张氏抱回东乡 不久 丁山和南泉村的族亲二祖祖 拴堂伯 山子书来了 丁有才居然也来了 他说 二叔 招子 我家没钱 但打个价 冲个数还成 他们是丁家本家 必须来帮丁壮撑场子 不多时 夏里正和夏二伯 蒋豆腐等五个村人也来了 夏里正是这个村的官 他不想来也得来夏二伯等人 是丁壮和丁招的好友 是帮朋友来了 作为丁家族亲及邻居 他们会给焦子铺和丁家二房做见证 若估价不公也能说句公道话 众人等到五十 也没等到焦子铺来人 张氏去把肇事请来 二人煮了一大锅面给众人吃 喂食墨 焦子铺来了二十个人 其中十九人一脸煞气 一看就是收账的打手 一个干兽老头 手里拿着算盘 是来算账和估价的 大半人进了上房堂屋 几个恶汉站在院子里 焦子铺的小头目孙大头 拿出两张借句说道 本金一千二百两 丁池里的借句 今日到期 丁招和夏理正 丁山看了一眼借句 的确是丁池的字 三分立 还按了手印 丁壮把铺子 院子 田地砌书都拿出来 丁立春去后院 把牛签来前院 过嫁的人估了嫁 丁家人和夏理正等人 觉得价格偏低 又讨价还价 确定了双方都认可的价格 丁壮拿出银票和银子 同钱 加上那些资产 凑够一千二百两银子 所有人都没想到 丁家二房 能在三天内凑了这么多钱 原以为能凑够七 八百两银子就不错了 孙大头满意的点点头 不错 本金还清了 又晃晃借句说道 还有七十二两银子的利息 还清了就把借句给你们 从此两不相欠 丁朝经道 孙管事算多了三分的利 今日正好到期 利息应该是三十六银子 怎么会多出一笔钱 第六十章抢买丁香 孙大头晃晃手中的借句 冷笑几声 只有六百两银子是三分利 还有六百两银子是九分利 我们是合法生意 借钱之前都要评估 知道把你家窄干 也不会超过六百两银子 怎么可能借给丁池那么多钱 奈何丁池急需用钱 自愿用九分利再借六百两 我们东家乐善好施 侠义心肠 便以私人名义 又借给他六百两银子 不可能 丁壮瞪着眼睛吼道 孙大头道 白纸黑字 你抵赖不了 丁朝和夏里正 丁山又起身去看七书 刚才他们只看了上面那张七书 是三分利 而下一张七书 写的是九分利 丁朝悲愤地跟丁壮点点头 说道 还有一张借据是九分利 丁壮身子晃了晃 又吐出一口血 丁山赶紧过去把他扶着坐下 丁朝生气也指得认栽 拿出一堆大钱和碎银说道 这里一共三十四贯钱 四两碎银我们只有这么多 剩下三十四两银子 请孙管事通融通融 以三分利再结三个月 孙大头道 我们东家生气了 说信丁的不讲信誉 不想再借钱给你们今天到七 一文钱不能少 都得给我拿出来 丁朝青筋暴突 还是按下火器求道 大业高台高台贵手 为我们说说情 再宽限一些时日 孙大头摇头说道 东家已经交代 今天是最后限期 以后再不跟你们丁家打交道 丁壮鼓着眼睛说 就是打死我们 目前也只有这么多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把我的老命拿去便是 孙大头赤道 你的老命 值不了那么多钱 用人抵钱也不是不行 就拿孩子来抵 丁朝气道 我家不卖孩子一千多两银子 我们都还了 还能赖你几十两的账不成 孙大头冷哼道 不赖账 倒是还钱啊 还不起钱就用孩子抵哼 还敢跟我们娇子铺耍赖 真是活腻味了 他又向屋里的人抱拳一圈说道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各位做个见证 老丁家能够还得起钱 却不还 也就怪不得我们了 用孩子或媳妇顶债的事 时有发生丁家还有三个孩子 值些钱 人家要孩子抵债 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在场的人都知道 丁壮宝贝孙女孙子 定做不出卖孩子的事 丁二祖祖颤巍巍说道 家里是有三个孩子 即使都卖了 依然还不起钱 请大爷行行好 再宽限几日吧 夏立正也说道 总不能闹出人命吧 请大爷回去跟东家说说情 容他们三分力再续借一些时日 孙大头脸色缓和下来 说道 我给你们纸条明路 听说你家女娃不错 调教好了 是个有造化的 心虚你们将来 还能靠着她吃香喝辣 我们东家说了 小女娃顶五十两银子 再加你家这个院子如此 你们还能剩点钱 有房住 一家人也有活路了 不是小娃娃能卖这么多钱 是我们东家发善心 东家还说过 买这小女娃就相当于赌食 若她真如丁红鼻子说的那么好 将来培养成极品兽马 或名牌红记 说不定能卖上千两银子 丁撞一下跳起来 眼珠瞪得溜圆大声吼道 我操你奶奶 你敢动香香一根手指头 老子剁了你 丁招也大声说道 我家不卖香香 孙大头冷了脸 怎么 想赖账不还 屋里的打手开始摩拳擦掌 一副要动手抢人的架势 夏里正忙站起身 抱拳说道 各位大爷稍安勿躁 容我们劝劝丁掌柜 夏里正霍二族族等人 小声劝起了丁撞父子 一般的三岁女娃顶多卖五 六两银子 她们愿意给五十两 再加上这个院子 是你们赚了 胶子铺用这么多钱买香香 并不会亏待她 兴许比在你家过得还好 丫头骗子早晚是别人家的 有啥舍不得卖了她 你们有好日子过 也给她谋了一条好出路 用一个孙女换一家人平安 还有一个院子 值了胶子铺 咱惹不起 这个结果是最好的 丁撞和丁招也想明白了 为何胶子铺的人 要等到这么晚才来收账 这是切断了他们 去县城借钱和求人的路 目的就是逼得自家走投无路 不得不卖香香不卖 就是自家有钱不还 他们抢人名正言顺 胶子铺不会做吃亏的买卖 愿意用那么多银子买香香 定是送去那不妥当的地方 丁撞的眼珠子都红了 喝道 你们愿意卖你家孩子 那是你们的事 我丁撞绝不卖孙女 孙大头冷笑道 这是要赖账了 在座各位 这就怨不得我们了 是他们有钱不还 又一挥手 小娃在东乡 进去捉人抵债 丁二祖祖和众人 被丁撞好得不高兴 也在心里埋怨她 看不清形势 关键时候连个娘们都不如她在心疼那丫头 也不能把一家子都搭进去 慢着 丁撞和丁招同时跳起来吼道 丁招道 现在是深时末 离明日还有几个时辰 容我们筹钱 孙大头坐下 看来 你们还没到山穷水尽嘛 好 再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借不到钱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除了县城的郭姑父家 所有人都拿不出这么多钱 丁招还是恳求的看了屋里人一眼 积少成多吧 除了丁山 另几人都把目光转去别处 只要把女娃卖了 就能就这一家子 丁撞父子却不愿意 丁山留着汗说道 我在借六贯钱 只有这么多了 我们还要活命 亲子还要吃药 夏二伯也犹豫道 我家还能借三百文 丁山道 我家再借二百文 丁招给他们供了供身 又道 我去夏园外家一趟 只要夏园外愿意帮忙 也能拿出这么多银子 昨天丁撞厚着脸皮去找过夏园外 人家连面都没见 此时已经山穷水尽 丁招只有厚着脸皮再去求一次 东湘 张氏三人一直贴着窗户 听外面的动静 听说胶子铺的人要强行买自己 吓了丁湘一大跳 听说胶子铺的人要强行买自己 听说胶子铺的人 听说胶子铺的人要强行买自己 厚着胶子铺的人要强行买自己 能够留下来 用必须多年轻人的 变成架子铺的人要强行买自己 在和柯的人要强行买自己